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迪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一十一剑 不归谷 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薛农花诅咒呢 竟然也在同一时刻变得极为诡异 不过请后方 龙吻学的位置竟是奇养难耐 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摸顿时发现 自己的后背上似乎长出了一条奇怪的东西 他挣扎着站起来 大口呼吸 冷汗之冒 眼前如星环一般的存在 绝对就是出口了 只不过他不知道这个出口到底通向什么地方 与此同时 他也反应过来了 自己后颈长出的东西只怕就是血同花的诅咒了 他下意识地摸着摸自己的脸 也有许许多多凹凸不平的东西 同时 浑身热的 就好像是蒸丧拿一样 他站在星环的一侧 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他现在最害怕的 等到众人过来以后 也会跟他一样 血同花的诅咒很快就会发作的 他的双眼开始迷离 眼前的事物都已经不停地开始摇晃了 耳畔呢 不断出现自己师父的声音 小子 这就要退缩了 师父 我 你小时候啊 可是个倔骨头 咱们现在反倒变得诱如寡断了 难道是因为你心里有了想要守候的人 所以才会这样 师父的声音里充满了慈爱 笑得极为清晰 陈江和闭上眼将静心咒念到数次 似乎又想到了陈江燕 整个人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量竟是再度睁开眼 稳稳当当的从自己的衣兜里将血同花取了出来 一口咬下 有了血同花作为解药 他浑身的刺痛感呢 终于恢复正常了 你们过来吧 陈江和尽量克制自己的声音 不让别人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很虚弱了 众人一听这话心头一喜 看小子应该是出口了 不过大家小心啊 尤其身上有诅咒的 都要小心了 传送的法子如果跟诅咒有关的话 一定会异常的痛苦 而且有可能会加深诅咒 说到这儿 众人连连点头 小心翼翼的朝陈江和的方向慢慢走去 一边走 众人也能感觉到身体承受巨大的威压 就好像泰山压顶一般痛苦 好一会儿众人才走到星环附近 血同花先吃一部分 往去诅咒 陈江和此时盘腿坐着 听到众人脚步声以后 立马提醒了一句 众人站在原地 先将血同花吞了几片 到杜甫之后 这才小心翼翼的往前走 这个星环状 应该就是出口吧 也就是另一个语言了 不过 到底在语言的什么哪个方向呢 就很难说了 周晚龙眉头被皱 而且我发现 不一定所有的神源都能传送 有神源之警的时候呢 一定就不能传送了 有没有可能 当时移山斑海 其实也是利用着诗院的力量 陈江和的思维 突然变得有些跳脱 我记得在慎州侠里边 我们不是看到 突然降下的一道光吗 然后整个宫殿消失了 也就是说 那道光很可能就是 所谓的鱼眼星环 也就是说 其实最早的那批禁书 艺书 很有可能是那些人 利用深渊创造出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在很久很久以前 楼骨人可能和深渊 保持着一种共存的关系 至少楼骨人将深渊 变成了强厚的工具 深深风里面 获得特殊的力量 他们此时显得有些兴奋 越靠近祖脉 他们就越接近真相 越接近真相 那么距离解开 诅住的时间也就越近了 所有人都怀着期待走向星环 走吧 随着陈江河说出这两个字 一星人立马钻入星环当中 随着他们一星人 穿越了星环状物 扑面而来的 竟是一股股 极为沉浮的味道 放眼看去 眼前是一条扭曲的通道 地面上大大小小的足印 就像是永恒定格了一样 两侧到处都是累累白骨 白骨属于各种野兽 各种奇怪的生物 从野牛 羚羊 到巨鹿 翼或者蛇骨 甚至连老鹰的海骨 都挂在惨壁色的树枝上 还没等众人 从前面场景反应过来之际 就又有树枝鸟 从天而降 一头扎到石头上 顿时撞得血如泉涌 当场毙命 这 这里是不归谷 小猎人的脸色 顿时发青瞎得 头皮发麻呀 整个人下意识地 后退了树部 而正他后退之际呢 后背顿时贴到了 冰冷之物 回头一看 身后竟然是一块 黑色的石板 石板之上 楼刻着极为古傲的暗纹 我们竟然从石板穿过来的 陈江河看向古傲的石板 这些石板他们曾经都见过 不过曾经那些深院里的石板 远没有眼前这块 看着古拙充满了蛮荒的力量 好歹穿过了最难探阅的雪山了 咱们好歹争取了几天时间吧 是吧 胖子可不管什么 不归谷 他脑子里还想着漫天飘飞的暴风雪呢 眼前的场景恐怖是恐怖点 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去没什么危险 周婉龙瞳孔萎缩 这里存在了一种 能影响生物脑电波的超强磁场 所以即便是天空当中飞的鸟兽 也会受到干扰的 这让我想到了百慕大 百慕大也是一片磁场极强的海域 据说在那片海域之中沉床无数 甚至还有飞机坠入其中 名副其实对海中目的 没错 百慕大的原理呢跟这里相似 不过此处的磁场呢 只会影响活物 周婉龙将罗盘取出 正于观看 不料罗盘整个直接裂开了 四分五裂的罗盘 从他手上掉落下来 就连一向镇定的周婉龙 也感觉不可思议 磁场已经大到足以镇破罗盘了 看来不归谷果然有点来头 陈江河吸了几口带着兴气的空气 脑子里的沉闷感 也总算是减消了一些 他回头看了一眼极为古捉的石板 上面的文字甚至跟之前有所不同 以前的案文还有一些记录性质的 这些案文完全就是书写书法 根本看不懂 看不懂就算了吧 我现在想啊 要不要将其给破坏了 孙河族的担心也很清楚 自然是害怕神秘组织密宗那些人 同样利用深渊进行穿梭 罢了 也就算想破坏 咱们也办不到 周婉龙扫了一眼古傲至极的石板 寒声 这些石板存在的年月 已经不可考证了 甚至比我们所学习的历史 还要久远的多 其上存在的力量呢 也是我们想破坏所不能破坏的 再说了 万一我们还能用得着呢 那留下来才是祸患的 我就不信了 连这个都把它炸不掉 说话间 孙河族竟是掏出一些黑火药 多了吧 你想在不归谷当中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是当真想让那些潜伏起来的东西 找我们是吧 潜伏起来的东西 哎 我能感觉到这附近有什么东西藏了起来 大家还是小心为上吧 周婉龙这么一说 即便是孙河族 也不得不打起十岸万分的精神 大家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行 有什么感觉不感觉的呀 这个 咱们趁机进去吃点东西吧 以防万一 反正也节约这么多时间了 胖子说完开始分发食物 也罢 先休息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 周婉龙看了一眼陈江河 仿佛这个话是对他说的 普罗此时坐在陈江河的旁边 把他压低声音 不知道方石他们怎么样呢 情况应该不会很妙 不过你压的 你担心的是方石吗 你 是赵清清吧 孙河族一眼就看出普罗的心思了 不是 毕竟也算是相识一场 怎么可能不担心 特了不你 你小子那画画肠子 我还看不出来啊 好歹 盐呢 比你吃得多了多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迪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河族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零二级 祖师 特了不你 你小子那画画肠子 我还看不出来啊 好歹 盐呢 比你吃得多了多 噓 别让我姐听到了 哭罗吓一声的 又咳嗽了一手 放心吧 方石还有赵清清 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 能翻译暗文的 极少数的人 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 我更担心的 是他们会被强制翻一些 他们从墓里面 带出的东西 是啊 不知道那帮家伙 到底从墓里 带出什么东西了 唉 普罗叹气连连 却被孙和祖重重地 拍了一巴掌 得了吧你 不管他们弄出什么东西 世上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火丧树种子了 连方石都说了 火丧树种 应该就是解开秘密的钥匙 孙和祖正说 普罗看了看天 只见 千灰色的云层 在上面飘飘荡荡 古中因为地势的原因呢 倒是没有多少雪落下来 但仅凭天色就不难看出 外面依旧是暴风雪肆虐 与此同时 远在杜若成当中的某个地下研究所 方石 赵清清 你们应该知道自己的价值 应该知道 我们不会杀你们 这个世上对暗闻研究最深的 就是你们两个 我们舍不得动手 不过 说着 身着黑色西装的中恋人 一把将方石的朋友抓过来了 他们的命 我可不喜欢 你要是不给我 好好的翻译上面的暗闻 我就杀了他们了 西装男依旧带着一张鬼面具 身材硕长 眼睛泛着鸿芒杀气暴涌而出 他的手中握着一把冰冷的匕首 刀刃就架在其中一个人的脖子上 给你十秒钟 考虑的时间 你们如果答应 就能报出他们所有人的命 如果不答应 我马上就会干掉他们 西装男的刀子顿时 切开天侯学家的脖子 不过分寸拿捏得极好 不会一下子要他的命 等等 方石劈头散发的 他看着眼前圆形如玉盘一般奇怪的物件 声音变得有些奇怪 我 我答应你 师父 赵青青一把拉住方石的手 这 这可是悬音石 上面记载的都是能害死不知道多少人的数法 赵青青瞳孔微缩 可是随即看到身后被挟持的人以后 心肠也跟着软下去了 小女子 你也知道是血音石 看来 我这次没有找错人 难怪陈江和他们之前 总是能比我们快一些 原来 他有着像你们这样的帮手 西壮男说完 刀刃这才从天后学家的脖梗上挪开 随即 他用自己的舌头将躺出的血给舔干净 一双血统里充满了无尽的疯狂 你们这个神秘组织到底要干嘛 仅仅是我们 密宗 还有鬼道 甚至是那些汗巴后裔 他们都想要寻找到一件东西 叫做祖石 西壮男也丝毫不遗瞒自己的目的 祖石 没错 这件东西 本就是伟大的旧日支配者留下来的 只有掌握了这件东西 天下龙器 皆归于一人 长生 就永远不会是一个梦想 哈哈哈哈哈哈 祖石 当真有那么厉害 小女子 你自己是不会翻译吗 你自己看啊 说不定 你能找到比我知道的更多的谜 不是吗 哈哈哈哈 西壮男说完 眼神里闪过一阵杀意 看得赵青青 偷皮发麻 立马噤声不语 小女子 我很喜欢你现在的眼神 你应该知道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跟我们做对的下场只有一个 再说了 你师父都答应翻译了 你还跟着瞅着做甚呢 西壮男的声音越发的冷静 眼神里透着一股无法言说的杀气 青青啊 别磨蹭了 动手 方时竟是意外的配合 赵青青虽然不明白自己的师父 为什么突然之间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但是他相信他的师父绝对不会做那种 损人利己之事 更何况这件事情关乎很多人的性命 你师父都开口了 你还摸擦什么 也就在同一时刻 外面传来急爆声 爆 已经找到陈家和他们一起认为的踪迹了 汉子的声音传来 方氏赵青青听得很清楚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 这帮家伙一定在昆仑山 西壮男口中叼起一根雪架 嘴角微微上扬 他们本事不小啊 如果此时还没有去昆仑山 连我都要小瞧他们了 老子 他们怎么办 无妨 不着急 他们竟然想当个探路者 让他们当 西壮男一点也不着急 反身坐回自己的黄花梨沙发 而他的正对面的病床上呢 还躺着一个男人 此人竟正是 纪临远 他怎么样了 西壮男翘尖狼腿 身穿黑大褂 手拿剃骨刀的男子问 死不了 不过就算活下来 只怕也会失去一部分的记忆 黑大褂男子没有丝毫感情地说 无所谓 反正也不愧是个杀人机器 汗拔后裔 已经算是 英寸是亡了 对了 封建里怎么样 密宗的头目 可是跟我们约好了 我可不想这么快 跟他们就翻脸啊 黑大褂男的 你就淡淡的 没有任何问题 封建姨妹 也不是省油的灯 是啊 你贤纳智的后裔 自然不会是省油的灯 对了 虽然不用管尘建和他们 但是他们的行踪 如果能跟踪到的话 你还是要稍微努力 不过 千万别被他们察觉到 是 抛斯 探子拱手 离开了巨大的实验室 孙和祖猛地打了个喷嚏 随即看了看天 敢叫人骂我呀 得了吧 谁又哭骂你 瘦子此时竟然跟胖子一样疯狂进食 说话得有些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 胖子扫着瘦子一眼 一手拿着个大鸡腿 开始吃 毫不示弱 我刚才想个问题啊 而那帮的家伙 到底从两处神秘之地 拿了什么东西呢 本期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迪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零三集 闭环 我刚才想个问题啊 而那帮的家伙 到底从两处神秘之地 拿了什么东西呢 孙和祖似乎完全没有听到 瘦子的话 自言自语 不管拿到什么东西 一定对我们不利就是了 应该是吧 本欧的古海域的话 我曾经阅读过 关于那个亚特兰蒂斯 还有阿瓦隆的传闻 我怀疑啊 如果真的有可能的话 应该是 阿瓦隆扶起来的 孙和祖一手脱塞 阿瓦隆 我也听说过 据说卡尔托人将其视为 复活之岛 而且也是 德鲁伊教派的圣堡 一时以来 没有人能证实其 真正的存在 这个确实是 没有人能证明 它真的存在 就算是存在 也只是在一些 神话典籍当中 大方一采购而已 不过 有关长生不死 最有可能的 就是阿瓦隆了 不管是什么 反正他们一定会来这儿了 我们能做的 就是赶在他们之前 找到祖卖 陈江河已然站起身了 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 那咱们就出发吧 周万龙也站起身 仿佛之前的消耗 已经完全恢复了 小猎人 把猎枪稳稳地拿起 龟龟虫中 到处都是有毒的植物 还有一些奇怪的动物 大家小心一点 陈江河 没有让小猎人带路 而是走在最前面 周万龙还有孙河族 在最后面殿后 一行人很快地 就继续往不归谷当中穿行 越往离走 不归谷当中的岔路呢 就越来越多 不仅如此 每一条岔路的入口 都伴随着迷雾 只有主通道上 是干干净净的 没有半点雾气眼影 岔道之上都是迷雾 陈江沿压低声音 眼睛不断地来回 跳跃在这些迷雾之上 确实有些鬼眼 唯有这条大路上 才没有雾气 这分明就让我们 急靠到河黑吗 这个 狩猎观察了一阵 直接偷皮发麻 大不了有雾的地 咱就别走呗 依我看的 这故弄玄虚 没什么可怕的 胖子的头脑就比较简单 倒是没那么多烦恼 而陈江河在最前面 不发一语 可是当他带着众人 再度往前走了五六分钟以后 终于停下来了 众人寻着陈江河的目光看去 只见正前方 约本十来米开外 竟然站着一行人 什么人 手子压低声音 生怕惊扰到前面的人 可就在同一时间呢 前面的人突然也一脸惊讶地 转过头 当所有人看到这张脸的时候 只有恐惧 无尽的恐惧 因为这个人正好就是 负责殿后的周万龙啊 诡异的是 身处在最后的周万龙 确实在这个时候转过身体 他一转身 果然也看到了为首的陈江河 是 这怎么回事 知道闭环吗 陈江河的声音变得极为冷烈 这种情况 只有我们绕成一个圈子的时候 才会出现在我们队伍当中 最后一个人的身上 即便陈江河已经把原理说出来了 可是 要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过程却相当的匪夷所思 我们如果是一个闭环的话 那岂不是代表着我们在绕圈子 没错 我们只怕是遇到鬼打墙了 孙河族下意识地想取罗盘 可是罗盘震碎的情况 才刚刚发生过 他把罗盘取出来 也于事无补啊 要不 我们走岔道看看 不行 这里为什么叫不归宫 我现在反倒是有点头绪了 陈江河说完又朝四方扫了一眼 砍为水 雾气乃是水的生发之下 这些岔路呢 便叫做水乱 水乱 我好像之前听到过 在一些引起击重 水气又散不出去的地方 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我曾经在多那亚的时候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不过水乱也没有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十分之一强 水乱不仅仅会影响四周的情况 也会影响我们对于路的辨识能力 周婉龙说话间直接捡起一颗狮子 往右侧的迷雾当中扔过去 煞时间只见狮子从他们正前方的左侧飞出来了 稳稳地落在地面上 看到这瘦子直接傻眼呢 你明明是往后面扔的 这怎么从前面飞出来了 张文斌见状已捡起一颗狮子 同样扔到了刚才相同的一条通道当中 而这一次狮子竟是从右侧的另外一条通道飞出来了 险西落到瘦子头上 每一次朝同一条道扔狮子 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让你们进去了 陈将和反手握住短剑 眉头紧皱 那我们现在怎么判断 到底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呀 胖子脑子很乱呢 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破解眼前的状况 一直往前走的话 我们会在这里一直转圈 如果走岔道 我们甚至有可能在里面迷失了 找不到出来的路 瘦子依然明白 眼前的处境有多麻烦了 孙和祖此时用刀子在地面上来回的画钩 每一条岔道相当于都是一条道路的主干 里面应该还有很多条岔道 石子是没有生命的存在 他们不会受这个脑电波的干扰的 而人一旦进去了 说不定当真快在里面走 一辈子也找不到路口出来 看着地面上横七竖八的线条 众人只觉得头疼 脑子里已经乱了一团麻了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从这里走出去 我们划过有一句话 叫天无绝人之路 周万龙再度看了眼四周的情况 水乱既然有人遇到过 就一定有人将其破绝了 班山路当中提到过水乱 没有一次被解开过 陈江河并不是想打击众人的信心 而是想让所有人搞清一件事 岔道绝对不能乱走 周万龙不屑 班山路也不是万能的 别人想不到法子 那是因为他没有因为水乱 而近乎致死的地步 而我们只要无法破绝水乱之阵 就一定会死在这 概念不同 破解的法子实在人为 关键就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被逼上绝路而已 陈江河很清楚 周万龙其实是变着法子给他打气 心里也颇为感激 他盘腿坐在地上 开始缓缓地思考 水乱迷阵 入则死 迷阵之阔的不知其终点 名为不归 实在是相当铁钳 陈江河睁眼看着 孙歌族地面上画的草图 在这一瞬之间 他已经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迷阵之所以是迷阵 一来是因为此处确实堪比顶级的迷宫 变化之处不可想象 二来 迷阵之中可能自己是一条主干道 因此我们现在所待的地方呢 也有可能就是一条分岔路而已 我们从这个角度呢 看任何岔道都是有雾气的存在 实不知外面看我们这条道呢 也是有雾气的存在 应景明一听这话更是变懵了 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地方 也有可能根本不是主道 只不过是不归谷中 完全水乱迷阵岔道之中的一条岔道而已了 还有一点 这条道唯独能有一点不同的是 我们刚才是从黑石板的位置出来的 那么换句话说 这条道的本身跟深渊相通 属于一条被赋予了特殊效果的通道 因此我们现在只要返回黑石板的位置 就能确定 我们已经处在并没有受到水乱迷阵效果的区域了 周万龙的法子是个好办法 可是他们现在处于闭环的状态 即便是返回 也不见得能回到之前的位置 而且他们还有被困在水乱迷阵当中的风险 现在似乎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吧 不过有件事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躲定 只要找到黑色巨石 就能保证我们没有深陷水乱迷阵当中呢 很简单 你们一路走来 可曾注意过天幕之上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 落下来撞死的鸟泪了吗 周万龙说得很简单 就让众人突然跟醍醐灌顶了一样 没错啊 对啊 我们就把这么种的线索给搞忘了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蒂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1104期 三层古镇 没错啊 对啊 我们居然把这么种的线索给搞忘了 我们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散发的雾气岔道上 很久没注意到上方已经没有追逻下的鸟兽了 众人说完周万龙 但凡是迷阵都不可能做到真实世界完全一样的状态 总会白眉一收 而这就是破绽 大家保持无名左右站一个人 彼此拉着飞锁 这样的话 有可能才能挣脱闭魂 众人一听立马照做 很快的众人就已经领悟陈强河的方法排成长队了 陈强河依旧站在最前方 再度点燃了一张符纸放入小香炉当中 然后割破自己的食指 让血流入其中 很快 烟气上涌 竟是宛如笔直的水柱 飘上了三四米的高度之后呢 便开始阴晕开来 陈强河见状念叨几句以后 这才开始上路 众人跟着陈强河前进呢 倒是英警没有些好奇 我们到门的引路咒呢 如果我们看到的烟气出现扭曲的状况的话 说明前面的路就不能举走了 这碗龙解释一遍以后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上方笔直的烟气看去 直到所有人看到那个烟都是笔直了 陈强河这才招呼众人 原路返回 有了香火烟气作为参照 又有食物的飞锁作为依趣 很快众人就已经回到了大石碑所在之地了 中途的有惊无险 到伤众人的心绪都缓和下来了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周万龙正要朝大石块走去 却被陈强河拦住 等等 你看 那陈强河所处的位置啊 稀微微妙 正好能看到大石板后方的情况 只见巨石板下方的杂草 枯卷潦倒 双风拂过呢 竟是出现三层骷髅头堆砌的图腾 众人健庄 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毕竟他们曾经待在此处 根本就没有发现类似的三层骷髅的图腾啊 这应该是刚才出现的 换句话说 应该有人在这里 周万龙声弱寒潭水一般的冷戳 随即朝四周看去 可不论是地面还是草丛里 也没有人出现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脚印 没有人来过 这附近比之前的腐臭味道当中 更多了一些极为怪异的檀香的味道 确定不是你小炉里发出的香味吗 不一样的香味 这个我能闻出来 周万龙小心翼翼地 朝三层骷髅头的方向走去 走近一看 骷髅头上不仅仅有着 极为诡异的暗闻符号 甚至还有一颗极为归整的圆孔 从天灵盖的正中 直接透过整个头骨 灭 陈江河也站在周万龙的身旁 这个简单的暗闻 他还是认识的 自古以来 天灵盖就是人的惊魂 得以封锁入人的躯壳的重要一环 一旦天灵盖被打开 魂不附体 破坏于世 此图腾极为的恶夺 当真不知是谁在布置的 什么意义 周万龙精于尽数 连他都无法将其识别出的话 所有人也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了 不过就在此时 孙科祖 醋梅 我好像以前 什么时候有那么一回 看了过类似的头颅骨 因为上面有暗闻 还特意的留意过 什么 有人将头颅骨 都拿的那 这你看着了 干什么呀 当铺啊 不是 反正就是 有过那么一次 惯忽钱财的事呢 孙科祖还是很感兴趣的 他过去有这么一点经历 完了 我拿上了之后 当时 我还让他 带我去那发掘地看了 老孙 你的意思是 你曾经也见过 类似的三层头颅骨的头疼 亲爱的 你模一样啊 你们往东十八米 西十八米 北十八米 好生找找 小心点 孙科祖的脸色 变得有些傻白 就连刚刚还在开玩笑的胖子 也一脸凝重的 去寻找十八米开外的东西 不一会儿 三个方向顿时传来惊一声 哎 这里有一声 那个 不是 一堆 三层头颅骨 我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孙科祖 听门词话 叹了口气 看来跟我想象当中的一模一样啊 这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 我翻阅了很多古书 从竹书纪年之中 曾翻到过 这种头盖骨开孔 写了灭字的三层头颅骨的图腾 乃是古代昭灵之阵 这附近 必有一具异观 众人一听 后颈一阵发冷 小猎人更是吓得脸色发呗 不论如何 这应该不是水乱的范围 首先这里有大阵 水乱也是弥阵 两个阵法之中呢 不存在相容的可能 当然 也有可能是连环阵 解开其中一个呢 就能顺利地解开另外一个了 那既然如此 或许找到一关才是关键 周婉龙说完 陈江和顿是眉头紧皱 等等 古有檀香型 却施以此行 身体必然会长久地 发出浓烈的檀香 寻着这股味道 找过去的话 说不定就能发现一贯 小师弟 只有你能闻到这股味道 怕是只有你能找咯 说完 陈江和已经开始 寻着檀香的味道 开始寻找了 江先生 水量迷阵的波及范围 到底有多个 上山隆一 看着四周依旧一片迷雾 不由得倒吸口凉气 迷阵的范围我说不好 得看整个不会过多大了 陈江和话里的意思 已经很明确了 除开他们现在所在的空间 只怕到处都是水浪迷阵的覆盖范围 当初如果是从雪山上下来的 咱们一定会被这个 这个迷阵呢 搞得七八四的 孙和祖到时候几分庆幸 主人说话间 陈江和的脚步越来越快了 很明显是发现些端倪了 大家小心一点 檀香的味道越来越近了 我觉得应该在附近了 陈江和朝两边看了一看 除了杂草 正前方是一处小土丘 小土丘的四周呢 长满了各种奇怪的树 扭曲异常 有些分叉甚至是往地面的方向生长的 之前怎么没发现这儿 这树长得够奇怪的 确实诡异 大家小心点 周晚龙提醒了一句 跟在陈江和的身侧 来到小土丘上 扭曲异常的树上呢 长满了疙瘩 离得近了才能发现 这些疙瘩不断地往外 留着较为粘稠的橙黄色的液体 液体堆积在地面上 凝结成一层厚厚 是沉淀舞啊 这应该是 这什么 哎 血金膏 听说这些东西可以入药啊 是极为珍贵的特殊药物 可一不可求 价值个不菲啊 血金膏 手子一脸疑惑 不过血金膏凝固之后 看起来确实极为细腻 好看 看起来精英剔透 着实令人惊奇 孙可足马尔发不说 拿出一根棍子 往那个血金膏上 一涂抹 竟是轻而易举地将其捅了好大一坨上来 又是粘稠的蜂蜜 还会拉丝 孙可足将血金膏呢 凑到自己的鼻息处 一股极为提神的香气 顿时让他精神百倍 甚至连嗅觉也变得灵敏了不少 啊 先收集起来吧 孙可足对着胖子 两人正要开始行动 不料陈江河立马阻止两人 等等 血金膏先放一边看那个东西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狄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可足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零五级 观生师 等等 血金膏先放一边看那个东西 话音刚落 两人一抬头顿时发现 在土丘顶部往下 竟然又是一处凹陷 凹陷地当中呢 悬浮着一具棺材 棺材的外围 由血金膏为颜料 勾画了许许多多 极为秀美的图案 而檀香味呢 陈江赫也算是搞清楚了 并不是由尸体发出来的 而正是由棺材发出来的 檀香木棺 外加这些血金膏绘制的图案 棺材里的人身份怕是不敌眼 陈江赫见状 突然朝凹陷的四周看去 只见扭曲的树 就好像是一个一个士兵 严阵以待地守护着这一具棺材 树为木 迷雾为水 血泥光为金 炙沙为土 五行之中唯独缺火 陈江赫想到这儿立马报告 所有熟火的人 马上离开 话音刚落陈江燕 英警明胖子张文斌 和湿了魂一样 缓缓地走向中间的一具棺材 太上太行 应兵无挺 奇邪妇媚 报名战身 只有明军心 让沈三五六 身份反正积极入了力 检状顿时爆火静心咒 或许是由于咒法的缘故 陈江燕等人 终于出现了短暂的反抗意识 突然就站在原地了 面露黄惑之色 大家帮忙 把他们带立此处 快 普罗见状 第一时间上前 把陈江燕背在背上 朝土丘外狂奔 众人如法炮制 背着四个人冲向土丘外 可是这个时间点来说 却是晚了 众人跑出去树步 便感觉双脚就跟生了根 根本就无法迈步 原始安镇 不够万灵 也许镇官 土地失灵 昨起又舍不得忘我 万一大道 圆恒立阵 陈江和将三柱香 成三角形 插在这具棺材的三个不同方向 诡异的是 香珠燃烧的速度极快 就连火焰都开始往棺材的方向 发生了偏转 陈江和的嘴角躺住血液 只听他说 香珠灭之前我还能控制 如果灭到之后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走 陈江和话音刚落 刚刚还被束缚的众人 立马又得到机会 不断地往外狂奔 这一段路不过才十来米 对他们来讲 就好像跑了几公里 累得双腿都打颤了 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土丘的范围 众人大口地喘气 昏迷之中的人也醒了 但是他们根本不记得 刚才发生什么了 只觉得意识不清楚 一片的浑猛 陈江和见众人离开死地了 这才松开阵法 煞事间三炷香的香火 瞬间熄灭 阴风造光 如刀割灭 沉重的坛木棺材 突然动的一声 砸落到地面了 四方一树 也跟着枯萎凋敝 仿佛这个山坡 在一瞬间被死气所冲斥了 你破了他的树 是怕等一会儿 少不了场恶斗了 周万龙已经完全将 陈江和所做的事情 搞明白了 正说话间 只听到檀香棺材里面 发出了指甲刮蹭 棺材内壁的声音 是炸尸流 胖子兜素 精神严真以待 刮蹭的声音越发的刺耳 听得众人汗毛倒数 该来的总会来 瘦子 开关 陈江和这会儿 懒得跟他磨蹭 竟然粽子想出来 陈江和成全他 好 瘦子一个闪身 转见棺材的一侧 世华发财 百无尽进 少华间 他和陈江和一道 直接把棺材板掀开了 可就在棺材盖 被掀开的一瞬 所有人都傻眼了 只见棺材内 确实是一具尸体 没错 可是尸体的皮肉 大部分竟然跟檀木棺 完全长在一处了 什么情况 我听说过连体鹰 还没听说过连棺师的 打就完了 管那么多干嘛 说话间 鹰警鸣就已经拿着太刀 准备进攻了 阵的急步上前进攻的鹰警鸣 连连后退的陈江和健壮 摸出两张玄黄色的符纸 翻身踩在棺材上 眼看着就要将两张符纸 贴在他头上 布料双脚 刚刚踩在棺材上 竟是被一道道 极为诡异的力量 给缠住 根本动他不了 这宛容瞳孔微缩 自然明白这股力量 正是来自于檀木棺本身的 咬破手指 取出一道无名的黑斧 哄的一声 拍击在棺材上 电光火石 棺材当中的尸体 竟是宛容一张 绵软的皮 眼看着就要将陈江和 完全包裹 好在棺材的吸附力道 完全消失了 陈江和制出两张 玄黄色的符 灯是打在粽子身上 双足猛的一蹬 看看向后 躲过粽子的攻击了 那个粽子 张开大嘴 两道符纸 竟是直接落在 粽子嘴巴里 粽子撕咬着符纸 整张脸 就像是那个牛皮糖似的 粘在上面 互称了一团 极为诡异 陈江和反身回撤 不禁后背 已然冒出冷汗了 尸体不中行 与关同生 是把这个粽子 当真是冠生尸 冠生尸 也就是说 原本棺材当中 根本就没有尸体 而是不断以奇怪的 异乡将一些尸体 引诱过来 混入棺材里面 层国至今 不知道多少具尸体 已经被吸入其中了 现在我们所看到 这个粽子 已经不知道 吸收了多少具尸体的力量了 你的后土服 完全不惜作用 这个粽子五星缺火 绝对不能使用火符 否则一定会 引火烧身的护养自己 这碗龙提醒了一句 只见 那句连着棺材的粽子 竟然化为 绵软的牛逼糖似的 蔓延出棺材 英景明健壮不由头皮发麻 他见过太多死尸了 可面前这句死尸 可以说是他见过 最为恐惧的一句了 这 这就是所谓的 真正的顶级粽子 顶级 顶级粽子 能人言 能思考 和常人无疑 这玩意呢 充其量 就是个混血杂种罢了 周婉龙说话间 手中突然多出一把木剑 接近 周婉龙直接把这把木剑 交给陈江河 是师父的正阳桃木剑 陈江河眉头紧皱 我记得这把剑 应该一试才对 怎么在你手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咯 我是怎么找到的 小师弟就不用管了 一物相优 让他见识见识 咱们班山一脉的厉害吧 陈江河接住 飞过来的木剑 脸色未变 关于这柄正阳桃木剑 它可是有着很多很多的记忆的 小师弟 桃木剑就交给你了 善用的话 应该是能搞定这个粽子 周婉龙对正阳木剑的了解 自然是极高的 而且他说这句话 分明是在提醒陈江河 关生师所畏惧的 正是质刚质烈的先天阳气 陈江河手握正阳桃木剑 立马将自己的食指斜抹在剑身 直接冲向已然不成形的粽子面前 粽子似乎有些畏惧正阳桃木剑 每一次剑锋扫过 他都会下意识地进行躲避 以实践陈江河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优势 将粽子全方位的进行压制 还得是江先生 看来都不需要我们帮忙了 也不要太过道义 如果那句关生师就这点水准的话 也不至于被人安排在这 正说话间 只听着四周顿时响起极为诡异的响动 此时胖子陈江燕等人 立马朝四周看去 只见之前四处就是堆起来的三层头骨秃腾当中 竟是冒出一阵阵黑烟 怎么回事 陈江燕撑起千几伞 随时准备进攻 只怕不是黑烟 上山容易看得很清楚 是一些鸡尾西米的 黑死的虫子 虫子 胖子倒吸一口凉气 下一瞬间 这些黑虫竟朝众人扑过来了 张文斌见状 五雷浮露从手中暴射而出 雷发之下飞虫顿时陨落 奈何飞虫的数量多 即便是五雷浮也只能清理一部分 张文斌一咬牙 正准没有更多的五雷浮创造的时间 可就在这个时候 周万龙已经冲出去了 只见他手中顿时出现了青色的浮 煞时间木童从地面上疯狂的钻出 顿时将他们五个人完全包裹起来 没有半点缝隙 胖子这要开灯呢 周万龙置之住了 诶 等会吸引他们的注意的 别乱开 本期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底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零六集 血童 诶 等会吸引他们的注意的 别乱开 这这啥玩意儿啊 像一团黑烟 刷下冲出来了 这些都是棺材下面的 湿水孵化出来的湿虫 喜欢吸人血 这么一大群真的被包围起来的话 只怕咱们立马就被吸干了 要不然咱们和那么多的尸体 钻入棺材里啊 周万龙说完 便细细聆听 只见 外面扑腾翅膀的嘈杂之声 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们应该飞走了 不着急 小师弟他们能控制的去纵纵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不要有事 别给他添麻烦 兽化间 巨大的木藤外 竟然传来极为恐怖的笑叫 动动动 众人只听那一阵阵 极为恐怖的撞击声 从上方传出来 撞击声中 一股股血性气 顿时弥漫开来 嗯 是那些天上的飞鸟 不是 飞虫鸟兽 我大概猜到了 是观声师的力量 让他们疯狂地跌落下来 并且疯狂地撞击 那些棺材又这么厉害 嗯 因为这里是昆仑山 万山之主 加上棺材存在的时间极长 没错 这具棺材确实诡异 上面的纹理相当的骨骚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月 陈江彦回想 刚才看到的棺材 他顿时眉头紧皱 讲些声等对付吗 一定能 不过需要时间 东东的撞击声不绝于耳 听得众人头皮发麻 好在藤蔓的强度极大 仅仅是一些鸟兽的撞击呢 还根本无法对他们造成半点伤害 也没有办法破坏掉任何的藤蔓 我们就安安心心地待在里面 不够任何问题 周婉龙说完 只听到山丘外传来极为剧烈的嘶吼声 此时陈江和已然用陶木剑盯入了粽子的脑袋 粽子张嘴之际嘶吼如雷暴 粽子只能捂住耳朵不断地后退 面露苦痛之色 唯有陈江和的双耳不断地淌血 可他并没有想松手的意思 剑人一寸一寸地进入粽子的脑炉 就在此时本身就如烂泥一般的粽子 竟然从陈江和的身后将其完全包过去了 看到这儿 英景明正准备往前冲 可陈江和就传来极为笃定的声音 都别过来 话音刚落 实现那些缠绕陈江和身体的污秽之物 竟然如泥块一般 突然干涸 不再有半点流动性 一点一点的滴落在地面上 众人定睛看去 只见陈江和的后颈上 竟是出现了一条条极为粗壮的树枝纹理 雪藤花的阻证 竟然已经快要蔓延到后脑石了 孙河族脸色巨变 普罗瞳孔微缩 抓起一把雪藤花 直接冲向陈江和 等他冲到陈江和面前的时候 就发现陈江和的双目赤红 瞳孔当中呢 竟然宛如张开了一朵朵雪藤花 被他刺穿的脑袋的粽子 早就没有半点生机了 陈江和嘶嘶看着普罗 竟是一把将普罗给抓起来 陈江和 这么容易被雪藤花控制了吗 你还算得上班上一脉的掌门吗 普罗咬牙切齿 可是说这些话呢 他脖子上的力道就越大 仿佛已经没有任何人能阻挡雪藤花 侵蝕陈江和了 妈的 还不快过来帮忙 普罗的眼睛就开始冲血了 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 众人见状 这在飞快的冲过去 有人抱着陈江和的双腿 有人抵住他的双臂 可是对他们来讲 陈江和此时像是一头发狂的野兽 根本没有人的撼动得了他 妈的 用雪藤花呀 忽然近乎可要窒息了 孙克祖也是一时情急 竟然忘记了雪藤花 才是最好的解开祖肉的办法 于是从兜里取出雪藤花 直接朝陈江和的嘴巴就塞过去 可是陈江和的嘴巴是紧闭的 任凭孙克祖如何用力 就是没办法把他掰开 瘦子 过来帮忙把他嘴掰开 说话间瘦子立马挂在陈江和身上 用双手使劲地拽着陈江和的嘴 可是即便如此 陈江和的嘴依旧是没有半点张开的迹象 压得要是再不张开嘴 老子用刀撬了 孙克祖喝了一声 当真把刀子举起来了 诶 老孙 你干什么 瘦子以为孙克祖当真要这么做了 对时吓得冷汗之冒 孙克祖扬起刀 却依旧没有办法从陈江和的眼神里 看到半点恐惧 他转头看了眼普罗 只觉得旗背发凉 普罗的脸色已经近乎紫色 气只有出 没有劲 就连脖梗上都是陈江和的手指印 足见陈江和此时的力量多夸张 就在此时 只听得乌哲说出几个奇怪的咒语之后 一道道白光顿时冲入陈江和的身体 杀时间陈江和的手松开了 扑落大口的喘气 眼睛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一片模糊和混沌交织在一起 唯有恐惧才是真实的 动手 乌哲抱喝了一声 孙克祖这才想起要把这个血同花 放入陈江和的口中 孙克祖立马掰开陈江和的嘴 将一大把碾碎的花塞到他口中 随即用水送服 亲眼看着血浓花被他蹲进去了 这才稍稍的放松下来 与此同时 众人的注意力也都落到了观生尸上 此时观生尸已经完全化成一滩水了 一张张死人皮从尸叶当中飘着上来 稍微一看 并发现了死人皮的数量至少在十数丈以上 好生恶心啊 好在已经搞定了 想来不会再 那那什么了吧 没什么不可能的 毕竟棺材还在 没有将其毁掉的话始终是个祸祸 也就在此时 陈江和已经从沉睡的状态苏醒过来 他转头看向身侧的棺材 二话不说就要用陶姆剑撑起自己的身子 此时陶姆剑已经变成黑色 看来陶姆剑已经没有余力拔出棺材上的煞气了 棺材杀气来于各种不同的尸体的 尸气跟斜杀之气交织 故事难以对付 想要将施杀之气全部取手 一时半会儿虽然是办不到的 陈江和说话间立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外面 不知道阿燕他们怎么样了 无妨 由周安龙去帮忙 普罗捂住自己的脖子终于缓过一口气 奶奶的 你刚才这样掐死我 陈江和其实已经不气得刚才发生什么了 只知道一股无法言说的杀气不断的催促 驱使着他 身体越是反抗的 这股杀气就越发难的事的难以排泄 散 我倒没怪你 如果我们身体里的血灯花走着一旦发作 只怕也会变成这样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 其他人的脚步声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大片的黑影 竟朝他们疯狂的追过来了 那是什么虫子 师长 应该从棺材下方的事业当中诞生的 陈江和说完 直接以陈江燕为首 众人竟是绕着外围的树干 行进 根本不敢进来 五星疏火 现在棺材尚未解决 他们进来的话 只会让他们关产生一变 说话间 陈江和立马将天从云拔出来 此剑能镇住阴煞之气 或许能暂时拖下时间 陈江和说完 竟是直接将天空云刺入棺材内部 众人见状 无不胆寒心惊 只见棺材内部被剑身刺重的地方 竟然开始疯狂的淌血 更诡异的是 棺材底部在渗血之后 竟是出现一排排极为扭曲的暗纹 我去搞定这些虫子 老孙 你们先看看棺材里面有什么东西 不过切记啊 不要将身体摊进去 陈江和说完以后 片刻不停留的 朝陈江燕等人的方向就跑过去了 哎 这臭小子 我们要是看得懂的话 他还说个拼言呢 吧呀 孙和说骂骂咧咧看下棺材底部 却根本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 血依旧不断从伤口处往卖帽 很快的 一本极为古旧的竹简 从棺材当中冲进去 竹简掉落在四面之上 孙和说戴好手套 小心翼的把它捡起来 虽然上面的竹简的文字 比较古老 好在不是暗文 即便是孙和祖 也能认识一大部分 这上面写的什么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蒂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零七集 五帝之墓 这上面写的什么 孙和祖此刻没有说什么话 就好像完全没有听到物质在说什么似的 不过他的表情已经足够说明 竹简之上所记载的内容 有多惊世骇俗了 说简直上 记录了有关水乱迷阵 谢同花 甚至是观声师的来历 甚至上白提到一件东西 孙和祖说到这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哎呦 我去孙大爷 您就别卖罐子了 祖卖这种不仅有五帝之墓 还有传闻当中创造这些暗闻的旧日支配者 孙和祖说到这连他自己的我就不相信了 五帝之墓 皇帝 炎帝 帝库 专项 瑶帝 没错 正是五帝之墓 而且上面提及了旧日的支配者 似乎跟福西女娃有一定的关系 那竹简直上的信息量极大 可以说是他们下了这么多墓当中 得到的最多一次信息的信息量 这么大的信息量 这次总算能搞清楚我们一直以来 到底被什么东西所困了 普罗政策 随即看看陈祥和那边 他和朱万龙联手 即便是狮从也只能乖乖的 臣服于倒数阵法的力量之下 不过片刻 两人就已经收拾完所有的狮从 然后两人才安安心心的 回到檀木棺材旁 这上面记载的东西极其重要 等搞定了棺材以后 一定得认认真真地多一番 孙可祖小心翼翼地 把竹简上的血擦去收好 看来不论如何 要将我们面前这个东西 先解决了再说 没错 他也是 陈江河说完 已经率先走向檀木棺 檀木棺既然是五星缺火 那势必呢 水得过往 天水送应该要用 陈江河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一话 上挂为浅 浅为天 下挂为砍 砍为水 天水隔绝 流向向背 不如过肾 必摔之 水自天上来 不去尝臭 势必太过 而迷雾属水 按理说水乱迷阵 哪是由他造成的 小师弟 天水送挂 虽然能不断地加强水德之气 但风险也大 或许即便我们把它摧毁了 水一散成为迷雾 只怕整个谷当中 都会变成一片迷雾的笼罩之地 周万龙也对六十四挂 有粗浅的认识 不计陈江河精通 但他在倒数的造诣悟性 不见得比陈江河差劲 因此他的担忧 也是陈江河所担心的问题 就在此时 刺入棺材当中的天丛云 竟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道 给崩飞出去了 整具棺材里的血 顿时变成一片漆黑 隐约间这些黑水 已然开始变成人的模样了 小金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关键时刻行关键之事 有些事不必真在意了 大不了咱们再想后面的补救之法呗 孙河族说到这 陈江河也不再犹豫 立马施展六十四挂当中的天水送 只见 树道复文在地面上 形成天水送的挂响 陈江河念到几句暗文咒语之后 转瞬间就把强大的威压释放出来了 天水倒灌 复复沉舟 我倒看看你这棺材到底有多诡异 说话间只将棺材一整个飘起来了 无尽的黑水如大潮一般 直接涌入其中了 整具棺材竟然也在众人的注视下 迅速地被填满被包裹 被裹挟的棺材呢 不断地朝天空当中 喷吐出极为诡异的黑气 四周的迷雾也在黑气的晕染之下 变得极为深邃 整个不硅谷也在瞬间就暗淡下来了 众人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呢 他们原本已经没有办法从这里出去了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们更不知道要如何离开自处了 可是陈江河现在也是骑虎难下 他的六十四卦呢 本身就有很强的压制能力 一旦施展就没退路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陈江河没有半点想要撤掉天水送的意思 至少在眼下这个情况 他的天水送挂 有机会将其彻底毁掉 即便毁掉之后 也没有办法从此处离开 他也觉得无所谓了 水烂门一阵之中的雾气渐渐呢 被晕染成了一片漆黑之色 明明是白天 可是在不归谷当中 仿佛来到了夜晚 陈江河咬牙呛撑 天水送还在不断地冲刷着坛木棺材 不一会儿的功夫 棺材当中不断飘出的黑气 已然被寡淡的白气所替换 清泉一般的液体 从棺材里不断地涌出来 看到这儿 天水送挂 戛然而止 陈江河更是 直接累得 瘫软在地了 好像成了 万龙不是很确定 毕竟棺材还漂浮在半空呢 也不知道进入什么力量了 无妨 应该是不能翻出什么浪了 树华天 这些上方的棺材 终于轰隆的一声 坠落到地上 将地面砸了个大坑 众人见状 不由的齐齐围靠过去 只见 在大坑之中啊 竟然还有一具 树枝摆放的大棺果 这具棺果呢 看上去极为华贵 四周都有金丝相边 珍珠打底 就连棺材上的色彩呢 也堪称巧夺天工啊 红如血 绿如碧草 蓝如海洋 此棺材不知饱受多少年的璀璨 竟然还能保证如此鲜艳的色彩 非所思啊 此时孙科族过来了 见这棺材第一眼 不由得瞪大眼睛 这绝品 绝得是绝品啊 胖子兴奋 就差直接跃入其中了 胖子 也搞得没见过世面 孙科族一边说话 一边投影 厌慕的目光 胖子此时像疯了一样 看向坑洞的脸色 都变得极为不同了 胖子 牙不过什么呢 手子一把将胖子给拉住 他知道胖子的性格 一向都是大大咧咧的 生怕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又搞出什么妖蛾子 胖子咳嗽一声 很明显察觉到自己刚才的表情 有些夸张的 立马附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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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想下去看看 我 我 我不是想下去看看吗 说不定 破开迷阵的办法 就在下面那边 为什么那大家 为大家着想 啥 他妈 这说些风凉的屁话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们谁不知道 手里把揪住胖子的耳朵 虽然有些吃力 但好歹还是揪住了 松了 松了 我真这么想的 天地为正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哪敢乱来我 胖子一脸委屈的看向众人 算了 说我再松开吧 咱们这次也算是有所收获 众人一想到这儿 终于才不打算跟胖子一般见识了 孙和祖看了一眼 胖子再度说 胖子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大局 我们现在步步惊心 一旦走错一条路 只怕就面临真正的死亡 你要是不想害死我们 最好不要乱动下面任何东西 你得明白 我也不是那么容易闯祸 不是吗 话音刚落 众人顿时七七摇头 让胖子一时间我去尴尬 好了 别开玩笑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毕竟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陈江和提醒一句之后 立马借助飞锁 慢慢地降落下去 等他们众人都落下水以后 顿时发现 坑洞之中 简直犹如一个小型的地宫 如果不是刚才的檀木棺 突然掉落下来 砸出这么个大坑 事发还真就没有人知道 好了 大家先站在原地吧 不要乱动 陈江和眉头锦州 对他来讲 这种地方危险万分 即便看起来好像稀疏平常 家业长 这几棺材好像是 是个双的棺 依我看 应该不是 只不过 看起来有些像罢了 从棺材上面的图 就不难看出 张文斌正色 随即指向棺材盖板上 那个奇异的花蕊 这花能说明什么呀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陈江白夜 演播调尔团队 我是森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零八级 昆仑黑音幕 这花能说明什么呀 这是一种独居女子喜欢养的花 名为天罗香 不过 现在已经绝种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算这天罗香是独居女子最喜欢的花蕊 怎么就能判定棺材里只有一个人呢 手子还是没搞明白 说到再简单一点的话 这种花蕊 会释放一种特殊的香味 让靠近这里的男子 立马产生一种恐怖幻觉 男子只能静而远之 换句话说 栽种了这种花蕊的女人 不仅是单身 而且一般来说都曾经被男子伤过 才会栽种这种花蕊 张文斌一本正经的解释 丝毫没注意到四周人的眼神 变得有多奇怪 瘦子咳嗽一声 张定士 你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吧 亦或者说 伤过这样的女子吧 张文斌显然没想到 他们脑回路会这么清奇 关注点完全不同 当然没有 我自早成为 张文斌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了 他知道自己天师的名号 不过是个谎子 天师阁这么多年所做的勾当 确实让他感觉到恶心 孙和足心思缜密 一眼就看出张文斌的思想 只怕是拐进死胡同了 好了 是不是上升官无所谓 当时上面的花蕊里 算是提醒我们 里面或许是个女子 孙和足立马把话题转移到正路上 官下藏官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棺材里不仅仅是一具女尸 而且还是基因之体 上方的谭目官 常年来不仅仅吸收了死人的煞气 还源源不断地吸收着 基因之体的阴气 因此呢 整个不归谷当中 才会有如此可怕的水烂迷阵 或许我们这次误打误撞 还真就被我们发现了 解除水烂迷阵的办法 陈江河猜测了一番 郑玉缓缓上前 却被周万龙给拦住了 哎 小师弟 怕是没那么简单 大家不要乱动啊 尽量地保持在原地站着 然后用手电筒照一下 你们脚下所踩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暗闻图案 周万龙突然皱起眉 语速也不自觉加快了 众人一听死话立马低头看 这一低头 他们顿时发现 在他们所站立的地方 当真有一道暗闻图案 图案是极为扭曲的线条 但如果细细看去的话 才能看出图案正中间呢 是一个个暗闻所组成的诡异图案 但凡再仔细一点 就能看出来 诡异的图案 竟然宛如无数丝线 组成了一张黑色脸部的轮廓 是黑脸 孙河猜洞察力惊人 一眼就把它看出来了 没错 我也能隐约看出来是一张黑脸 而且没有五官 仅仅是轮廓 虎罗补充 没错了 我曾经在一个古墓当中 看过类似的暗闻图案 这些图案代表着一种诅咒 跟乌尔玥你们家那个诅咒呢 其实是同源 一旦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乱动的话 亦或者说是踩到了这个黑脸轮廓上的话 就会出发诅咒的 那我们不踩上面不就行了吗 反正这里够宽敞 也没有 手子还没说完 顿时脸色发青了 只见密密麻麻的黑脸轮廓 竟是满布整个空间 任凭他们移动任何一步 一定会踩在黑色人脸轮廓上 甚至连棺材上都能隐约看见 就是隐藏极深的黑脸暗纹 告他们印度的陷阱啊 我们现在才叫做寸步难行啊 孙可总眉头紧皱 随即呢 往上方看 只见上方的空间 虽然有很多地方呢 似乎可以挂 不过上方的藤蔓当中 隐约感觉到什么东西在蠕动 大意了 刚才就该不那么着急 然后留几个人在上面 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情况 就算留人在上面 屡于事无补 上方的土壁上 似乎还有一些蠕动的虫子 应该是第十虫 这些虫子呢 也吃着渗透下来的 失忆而生的 毒性很猛 小心一点就是了 不要动不动就网上挂了 周外龙提醒了一句之后 注意力还是停留在棺材之上 对他们来讲 只有解开棺材 亦或者说是烧掉棺材里面的女尸 或许迷阵就有解法了 可是呢 现在这种情况 根本连动态的机会都没有 如何烧掉里面的女尸 也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顶部不断地又风呼啸而过 黑气弥漫 越来越多的鸟兽 不断地朝着虎东碰撞而来 东东撞击声 不觉悦耳 整个荒谷当中呢 没有一点其余的声音 众人也不敢发出任何动静 整个空间呢 变得异常寂寥 仿佛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昆仑黑鹰木所打造的棺材 拥有极高的密度 水火不侵极为麻烦 孙河族观察了一阵 立马将棺材的材质也识别出来了 据传说 昆仑黑鹰木乃是一种极为稀少的远古物中 至少可以追溯到几十亿年前 不过 由于地质变化呀 到了白俄纪时期呢 因为寒冬的关系 他们的数量变少了许多 现在能留存下来的更是稀少 那即便是孙河族 也只是从古籍上看到过 并且他知道 黑鹰木乃是棺材当中极为尊贵的存在 比传闻当中的那个阴沉木 还好很多 据说 黑鹰木乘官 就连做这一幅棺材的人 都会受到牵连而死 官城之后 需与童子的血浸泡七七四十九日 在血池当中长出黑蛆之后 效果最佳 到时候 棺材就能水火不侵 重疑不侵 甚至比任何玉器 保存尸体完整的能力 还要强得多 既然这昆仑黑鹰木这么厉害 那怎么 怎么把它弄开啊 这个昆仑黑鹰木 确实不好弄啊 你们仔细看 棺材板和那个下方的 裹的那个位置 有半点缝隙 众人随着 周瓣龙的声音 立马朝棺材看区 你别说是缝隙了 我甚至怀疑 他们就是一体的 那奶奶个爪的 可没见过 颜色和缝的 那是因为 昆仑黑鹰木 每年呢 都会生长一部分 尤其是当出现缝隙之后 的生长那部分 就会把那个缝隙的 给塞满 久而久之 两边的缝隙呢 都被填补得严严实实的 说实一体啊 也不为过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黑鹰木最怕的 就是杨刚的童子尿 什么童子尿 胖子顿时兴奋的 怎么说呀 刚刚胖爷我一看 这棺材啊 我就觉得有缘分呢 原来还得让胖爷我来啊 哎呀胖子 作为一个大龄童子鸡 哪来的骄傲劲啊你 嘿 我要不是老楚男 这次咱们能挂这 鸟不拉屎的地儿吧 这不都得啊 胖子刚说完 却颇为沮丧 杨阳 现在问题来了啊 我们都没玩儿动的 怎么搞啊 黑脸轮廓 在半山路当中有收录 善不提到我 这种陷阱 名为质脸 误会阴毒不堪 当初留在此阵者 需要以婴孩之血 架上黑蝉衣 还有黑去的幼虫 进行熬煮 锁化液体 放进来描绘质脸之阵 太极之中呢 阴阳相克 金之物 必然只能用 质刚之列之物 进行破茧 那这质刚之列之物 岂不是只有 李火福了 这玩意儿我可没有 多少剩余了啊 我也没有多少了 半山一脉的李火福 已经快给我引光了 陈江河 周半龙 眉头金锁 似乎在思考 用什么办法破茧 此时 倒是张文斌 缓缓从衣兜里 小心翼翼地 摸出一张金色的符露 这是五雷金光符露 如果说 制刚制裂之物 它应该不会比 李火福差 要怎么做 这些制脸 不仅有暗闻的力量 而且还阴度无比 不过 但凡是阵法 既有阵眼 只要找到阵眼 把符露 轰击使去破碎 既有把握 那这制脸的阵眼 必然在我们 意料之外的地方 周半龙说完 下意识地 朝四周看去 但见四周 阴气极重 鬼魅扑朔 人站在其中 都能感觉 一道道阴气 往身体里涌 扫尸片刻 即便是周半龙 也猜不到阵眼所在 诶 有没有可能在那里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底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11109集 致脸迷阵 诶 有没有可能在那里 棺材上方 陈江河的目光 顿时落的棺材上方 只见棺材的上方 有着很多金丝苗边 珍珠呢 稳稳地挂在上方 垂落下来 宛如珠帘 除了这两个东西之外呢 还有一个并不起眼的 金色的鬼娃 鬼娃已春金打造了 不论是个头 还是精美程度 都远不如其他的东西 因此很容易被人给忽略 你们不觉得这些 致脸的轮廓呢 果然来自于他 那既然如此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只要我们破掉 那个鬼娃金像 那致脸正法 自然就破了呀 只有一次机会 陈江河很明白 五雷金光俘虏 只有一张 因此如果选择错误的话 只怕李伙夫 不一定能将其红散 因此机会 只有这一次 没错 我话说过来 我相信这小女子 好 既然做了决定 我们就要开动了 说话间 只见周万龙 远远的瞄准金色的鬼娃 正要将俘虏击舍而出 却被陈江河拦住 等等 怎么 一方万一 幸福飞锁试情况 陈江河说话间 谁把飞锁逼出 下一瞬 就朝着金色鬼娃冲过去 可就在距离 金色鬼娃不足一米的位置 鬼娃似乎受到某种感应 竟是像被无形的丝线 给掌控住 向上高高一跃 即便是以飞锁的速度 也落了空了 妈的 还有陷阱 还好刚才张天使 没把普洛给寄出去 要不然这一机肯定落空 话音刚落 普洛立马出手 飞锁如意到极电 直接朝月起的金色鬼娃冲过去了 有人见状 一颗心都踢到嗓子眼了 鬼娃宣在半空 尚未落下之际 就已经被普洛的飞锁给套牢了 登上 普洛拽紧了金色的鬼娃 不让其动 他爆喝一声 张文斌见状 立马手捏法掘 迅速将其怒射而出 只见 俘虏在半空当中的 化为金色的电芒 不偏不倚地朝着鬼娃轰去 所有人屏住呼吸 这一机可以说是 事关所有人的生死 一瞬之间 只听得惊雷炸裂之声 烟尘四起 众人尚未从烟尘当中 看到任何情况 脚下满地的炙脸 已经消失了 成了 妈的 吓得我一口当的汗 手的一屁股 坐地上 陈江燕也松了口气 毕竟这是自己提出的意见 如果一旦失算 后果只怕不堪设想 自己就成为罪人了 没了这脸 就成这门了 托洛的目光锁定在昆仑黑音目关上 胖子 赶紧表演了 不是吧 我撒掉你们也看到 胖子缓缓上前一脸戏谑 这陈江燕 健壮立马转过身 都是男人 你有什么害羞的 你转过去 你们都看着我撒不出来 我害臊了 胖子说完 众人这才摇撩头 转过身 胖子此时正面对着棺材 只见上面的花纹 轮廓图案都显得极为精致 可是越看下去呢 他心里竟是越发的 不想将这具棺材给毁掉了 他很清楚 昆仑黑音目关的价值 一瞬之间 一种无法严肃的力量 瞬间袭上心头 胖子站在原地 就跟湿了味一样 那陈江和也不傻 立马开口问 胖子 好着没有 可是没有人回应陈江和 甚至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胖子 陈江和又喊了一声 可是胖子竟然还是没有把点反应 陈江和突然转过头就发现 胖子站在棺材前 就好像一尊石像 闻丝不动 心之不尖 怕是看到幻想 幻想是吧 破的就好 陈江和手中的腹指一挥 刹时间腹指就宛如划我一道闪电 直接冲向胖子 胖子的心智完全被昆仑 阴木官给夺走了 幻想不出 他没有办法实施计划 悬黄色的腹指一出 顿时在胖子的面前形成一道 带着黑色烟气的雾 嗅到这股味道的一瞬间 胖子顿时打了个肝藕 我 我靠什么味儿啊 臭啊 胖子话音刚落 顿时反应过来了 我他妈刚才 磨了吗 死胖子老是掉链子 转眼时间 普洛克他一句 胖子呕了一声 随即立马将吐的尿洒灌在上 顿时 一股尿骚味在弱大的空间里 直接蔓延开来 即便是昆仑阴木官 在一瞬之间冒出滋滋的腐蚀声 众人听到这个声音立马转头 只见棺材外 竟是不断的腾起黑雾 棺材表面 也如煮开的水一样开始沸腾 不是吧 我的毛 我的童子尿 都跟硫酸似的 胖子不够思议的往后退了术步 看着阴木官 竟然开始液化 不由脸色发白 可惜了 可惜了 樱木官只怕是要价值好几十个亿 我 我一胖掉 浇灭了好几十个亿 我 胖子脸色挺难看的 吴哲上前拍了拍胖子的肩膀 随时看向不断变化的夜底的樱木官 张文斌上前 可惜了 如果没有做成樱木官的话 应该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一目官一破 只怕里面的尸体会立马化为腐尸了 孙可作疑惑 突然之间 融掉的棺材当中 果然出现了一具全身溃烂的女尸 不过 即便是这样 她身上所穿戴的凤冠霞 皮 还有一些极为招摇的珠宝 足以证明此人的身份是很尊贵的 基因之体 基因观目 要说真没有什么来头 鬼都不信 这女娃的身高可真够夸张的 至于胖有我矮了半个头左右 胖子身高接近两米 而这具女尸身高至少的一米八五左右 那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这等身高已经相当惊人了 而且即便是化为腐尸 一种无法言说的威压 从她身上抱拥而出 陈江河见状不用的眉头微皱 怎么啦小姐 我隐约感觉到这个女人身上的威压 甚至比仓库之间里火丧 树下汗拔本体还要更强 不知道什么身份 陈江河是唯一看到那具汗拔女尸的人 当时他就已经感觉到 女尸给自己带来的震撼了 而现在这具女尸 威压更深 就在此时 烟尘缓缓的散开 陈江河终于发现 女尸的双手果然又跟汗拔女尸一样 捧着个东西 他小心翼翼的上前 确定没有什么陷阱之后 终于想他手上东西取下来了 一个极为骨灼的匣子 赫然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了 匣子犹如人的拳头大小 外部呢 不仅仅有龙凤浮雕 还有各种宝石 作为装饰 一看就是价值不菲 先不管那么多 我们离开这里 陈江河收了匣子 绕着尸体转了几圈 确定没有线索之后 这才带着众人很快的离开这里了 他们重新的回到大石板前 虽然现在的迷雾尚未完全散去 但和先前 已然有了很大的区别 看到这儿 众人才喘了口气 宋算是搞定了 上山龙一连大气都不敢喘 迷雾也会渐渐地散开 不归谷 现在也没有什么东西 能当住我们了 英景明摊着双手 伸了个懒腰 而此时陈江河捧着匣子 缓缓地来到孙科卒的面前 初卷之上 可有什么惊人的线索吗 初卷之中 不仅记载了五帝墓的存在 还提到了旧日支配者 甚至是三皇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迪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一十星 不动合 初卷之中 不仅记载了五帝墓的存在 还提到了旧日支配者 甚至是三皇 然后呢 周万龙似乎也很感兴趣 然后上面提到 在五帝墓当中 五帝的精血化为昆仑龙器 必要天下苍生 换句话说 天下龙器 皆是来自于五帝精气了 并不是 他们的精血只是小部分龙器 而真正能幻化成龙器的 叫做昆仑虚 一听到这三个字 众人顿时兴奋起来了 昆仑虚 不归谷过后 就一条不动合 穿过不动合 我们离祖脉就很近了 到时候进入祖脉之地 我们就能找到昆仑虚了吧 按照计划 是这样的 陈江河给众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随着他们的话 迷雾越来越寡淡 天空之中 也并没有飞鸟 虫兽能吊住下来 仿佛他们将 基因女尸 还有基因之官 破坏掉之后呢 总算是解除了 整个不归谷的诅咒了 大家先休息十几分钟 补充点体力 然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穿过不动合 陈江河说完 众人立马大口地补充营养 陈江河一边吃东西 一边站在稍高的地方 朝四周看去 迷雾过后 各条的茶道清晰可见 就连罗盘那也都恢复正常了 极西之地 总算应该是那个方向 陈江河看了看手中的罗盘 一脸镇定地看向西南 十数分钟后 众人吃饱喝足 终于再度上路 陈江河提前定好位置 众人只不过花了十来分钟 就已经离开了不归谷 不归谷的尽头 已然能听见极为汹涌的水声 是不动河了 这条水道对于昆仑山系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两大江水的发源地 来自于上面 这个不动河呢 就算是两条江水的暗河 一些被水带到这里的生物呢 也在暗河当中 众人看着眼前白花花的不动河 简直 瞪大了眼呢 他们不敢相信呢 在昆仑山这种严寒之地 竟然还能有这么一条 奔流不息的不动河 历史记录以来 不动河只有三次部分 被冻结的情况 而这三次天下大乱 民不聊生 熟读史书自然明白 这三次大乱 其一为商宙时期 其二东汉三国 其三便是人吃人的 十国时代 周安罗没有将这些细说出来 毕竟这一段历史太过黑暗 不提也罢 陈江河看着时不时翻起白浪的激流 心想着不动河的上游 应该就是传闻当中的祖脉之地了 然而 此地的水流并不算太过湍急 想要逆流而上进入祖脉 确实有些困难了 普罗似乎看出陈江河的心思了 立马上前 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办法 不过 逆水行舟这种事也不是不可能 你有什么办法 办法可不得人想出来的吗 这昆仑山中 河水汹涌激荡 但暗河之中 却跟外面不同 暗河好像人的肠子 再来来回回 折返之间呢 十分迂回 水道复杂 并无你所想象的 也无法前进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你当真以为我来这里之前 没查阅过任何资料啊 普罗笑嘻嘻地 将一张极为古老陈旧的图纸取出来 看这上面 是所有昆仑山暗河的水卖图 你看过之后呢 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 普罗似也把这张极为古旧的纸呢 递到陈江河手里 陈江河看了看纸上 极为繁复的水道 眉头紧皱 脸色呢 也跟着越边越难看 周万龙孙客族也凑过来 七七朝图纸上看 谁觉得后背一阵发寒呢 九九八十一道拐 没道拐 还有不知道多少岔道 即便是我们有这张图 想进入阻卖 这太不容易了 胖子受灯警命上山龙业 你们先帮忙搞两艘法子 陈江河眉头紧皱 但造法子这个事呢 似乎无论如何都得去做了 那么最起初 陈江河孙客族 林雨桐周万龙 还在不断地研究走什么路线呢 可是过了几分钟以后 众人的心绪就开始有些崩了 这什么玩意儿 当初这个岸河水道 要是人开凿的 那不见鬼了吗 他们自己不迷路啊 好了冷孙 那您一点 这不是淡定不淡定的问题 这是要命啊 孙客族指指地图 你看看 这水道 比我小时候玩过那迷宫游戏 还困难了呢 地图之上 水道弯曲回环 经常给人一种山崇水浮 一无路 柳暗化明又一村的感觉 可是刚刚建了村子 马上又会发现 其实还是一条死路 而一旦发现路线不对的时候 转过去又要开始从零开始了 孙客族也怀疑过 有可能有某种风水的加成 但细细看去呢 却一点也发现不了 任何风水的痕迹 这等水准 简直超出他的认知范围了 不得不说 够神的 周万龙看过这么多的迷宫 不知道下了多少木 眼前的岸河水道 就算是他 也没什么把握找到路口 行吧 凡事都别急吧 啊 怎么弄啊你说 柳暑 心态不错啊 感觉你的啊 可是我们那岸河的川过去 有什么资格揭开谜底啊 正因为我们无论如何 也找不到一条可靠的路线 也才能说明 我们的路恰恰是正确的呀 说明岸河呢 确实通向最后的总卖呗 反正我这么想 胖子很清楚 孙克族说的在理 可是一旦他想要认认真真的解析地图的时候 脑袋就开始刺痛了 算算算 脑瓜子疼 得了 你休息会儿吧 我们研究研究吧 这说话间 又是一棵小树倒下去了 胖子等人 造木筏子干的算是热火朝天 我帮你们忙 孙克族放弃图纸 立马加入造木筏的行列 那么除了陈江和林玉彤 周万龙之外 其他的人也开始造木筏 他们带来的非所有多余 自然的利用起来捆绑木筏 因此他们所造的这个木筏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最为结实的木筏了 不过即便是如此 孙克族脑子里还是放不下图纸 他一闭眼一顿下 脑子里就会出现那张图纸 那我那麽就不信了 我解图纸去了 孙克族本身就是风水师 在解开图纸 确定路线的天赋上 要高于其他人很多 陈江和见他再度归来 就开始正经的说 那孙你说有没有什么可能 就是这些水稻存在的意 就是隔绝生人 他们并不希望有人进入走脉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我的想法可能就偏激一点 说说看 你看啊 他们建造的暗道 或许是用来抵御外来者的 而且想要进入木筏呢 必须走不归谷 而他的路线呢 都是不正确的 因此暗河的本身就是最后一道 也是最为危险的屏障 其本质就是不想让人进去呗 说实在的 我们一路走到这儿呢 已经经历了不知道多少苦难了 好不容易才到这儿 你觉得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吗 陈江和郑重地看向孙克族 仿佛用这句话呢 给他传达一种 舍我欺谁的那个秤劲 孙克族低垂着脑袋 他何曾不知道陈江和话里的意思 我许你说的是对的 这是最后一道屏障 建造这个地方的家伙 应该是想将我们所有人都杀死 因此路线本身有可能就没有正确的存在 话这么说还是尚未早了 周万龙 转而看向陈江和等人 如果你们是设计者 在暗和这一道最后的避障之处 你们会怎么设计啊 当然想办法不让我们进去呗 孙克族不屑 可是细细一想 觉得哪儿不对劲 哎不对 本集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沉 作者 迪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克族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一十一集 水道石像 哎不对 不对不对 与其在暗和上下功夫 那搞点远古的禁书呗 或者重子 可能也比搞出这么复杂的暗和有用啊 杀了我们 方才能让我们绝对不可能进入其中 老舍你说的对啊 与其让我们兜圈子 说白了更简单的事是让我们死在暗和当中 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暗和 但按照猜测的话 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之所以在暗和上下功夫 正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在暗和当中安插粽子 如果有种子他们根本不需要设计如此复杂的暗道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路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甚至是畅通无阻 嗯 估计是这么个结果 不过这值我猜测啊 虽然这算不上一个突破性的消息 但对于目前的众人来讲 已经算是很好的消息了 但凡在如此复杂的水道之中 还要面对粽子斜碎之物的话 只怕麻烦更大 说话间 还没等众人将正确的路线研究出来 木筏子已经造好 怎么样 蒋先生 我们的木筏子 可以吧 瘦子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走到陈江河等人的身侧 陈江河回头看了一眼 嗯 很结实 虽然进入暗河之后 水流比现在更缓一些 不过稳定性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连接木筏的道具是飞锁 坚韧结实 应该没什么问题 既然这样 我们出发吧 陈江河收起地图 并没有准备找到正确路线之后再出发 可是我们还没找到正确路线呢 贸然出发 没错 这张水道地图距今几千年了 就算我们找到正确的路线 河道也说不定发生变化了 所以进去以后随机应变 要是再说 小师弟说的没错 上千年的风云变换 即便是山川大河 风水天象 皆有改变 与其我们在这里扣破脑袋响 还不如实战呢 毕竟里面水流并不是湍急 咱们稳住木筏就能好好找路了 说完这些话 众人已然收拾好一切准备上路 他们一共分成两组 一组由周万龙孙科祖领队 另外一组由陈江河普罗领队 木筏入水之后 在众人的支撑之下 他们溺水而上 四人乘船 倒也显得颇为轻松 不动河看似能流淌 实则温度永恒的介于 结冰跟未曾结冰的状态 加上河流会产生风 因此在不动河上逆流 霜冻的风吹在人的身上 还是有些难熬的 不过众人的防冻衣物足够 即便是在雪山上都未曾有事 在不动河里 那已经算是好上很多了 一行人逆水而上 花了月满十数分钟以后 两侧的风景终于跟不归谷当中 有了极大的变化 河水呢 也渐渐的变得平缓了不少 当然了 随之而来的岔道 也开始变多了 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古地图当中的 八十一道拐了 周万龙提醒了一句 陈江河示意大家暂时稳住船身 然后将地图取出一对照之后 此处呢是八十一道拐入口 跟地图上标示的差不多 往前十数米之后呢 会出现八条岔道 左右各四条 我们先走右二 陈江河说完之后 负责掌船的人立马将木筏靠近右边 前行十来米之后 果然看见了陈江河所提到的岔道 只见水道的两侧不仅仅有八条岔道 甚至每一条岔道外 都有着极为古捉的石像 这些石像虽然泡在水中 但看上去却根本就没有受到岁月的侵蚀 依旧保持着极高的完整度 龙生九子 唯独少了酸泥 周万龙扫了眼石像立马喊声 虽然你一般出现单炉当中 而且此间乃是水道 可并不是你说那玩意喜欢带的地儿 说到这儿 众人按着陈江河的指示 将木筏划入右二的水道当中 进入水道之后 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水流变得更缓了 两侧的加山之上呢 处理着越来越多的石像 这些石像大多古傲森严 有些手执常见 有些手执拳杖 有些则是双手张开 仰望天目 稍稍一数 便数出来一百来句 当您打造这水道的时候 还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 没错 如此规模当然需要极多的时间的 这些石像大多面朝上方 并没有看向水道 雾光前程 看上去反而极为的庄严神圣 并无一场 众人慢慢的划着木筏 阻力变小之后呢 他们所需要的力道也小了不少 因此他们改变了办法 让两人呢 轮流划着木筏继续前进 月末在第二条岔道当中 行进了一百来米 果然跟地图上所示 又出现了八条岔道 这八条岔道外 依旧是八具石像 不过 这些石像已然不是龙的八子了 而是变成了一些 身穿不同衣物的男子 他们手上杵着巨剑 目视前方 庄严至极 这样怎么走 陈江河把罗盘举出来 我看一下 西面在八点钟的方向 刚才我们右拐 现在应该采取左拐 不然大概率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甚至远离总买 没错 水流不管怎么变化 我们应该一直都保持着 一个大概的方向 不过 左侧也有四条通道 我们走哪边 上三下四 阴转阳而下五 离阳离音不可得 走走三 陈江河根据一些风水口诀 然后结合古地图 在一分钟之内下了判断 众人本来就以陈江河马首是瞻 这次也不例外 于是在经过陈江河数次判断以后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更大的更宽的河道 两侧的风景已然变成山壁 上面也完全变成巨大的山体 那足以说明陈江河已经带着众人离开外部 进入内部的山体 也足以说明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看来路线是正确的 不过现在已经进入山体当中 大家犯犯小心啊 越往里走 光线越来越暗淡 甚至在执行了二三十米之后呢 不借助灯光 已经无法前进了 此时的陈江河回头看去 只觉得来路的光点越来越小 一种幽闭恐惧之感 顿时袭上心头 大家小心一点 这里面已经属于走脉的山体当中了 会发生什么遇到什么 我们想象不到的 周瓦龙提醒了一句 花音刚落 只见前面竟是飘雷一句句棺材 哎 不是说没粽子吗 大家掌控好方向 这些棺材里面应该不是粽子 但尽量还是不要撞上去 陈江河提醒了一句以后 立马起身走到最前方 拿起一根大树棍 也开始掌舵撑船 周瓦龙如法炮制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有人稳住船的方向呢 那么眼看着棺材飘来的数量越来越多 众人的脸色也越发的苍白 灯光笼罩之下 这些棺材的表面似乎有着一层发光的微生物 等船靠近了以后 他们发现棺材上呢 竟是隐约能看到覆盖着一层小虫子 小虫子的尾部呢 跟萤火虫似的 有那个发光源 尤其在灯光消失的地方 光线尤为的明显 不过这些小虫子虽然跟萤火虫大小差不多 却完全长得不一样 他们的四只脚似乎欠进棺材里了 根本就飞不出来 而且数量有些密集 只不过却不发光 因此远处的话 你根本看不出有多密集 这啥子呀我这 手子一脸疑惑地 看一像棺材上一栋不弄的虫子 老木棺材上 一般来说不会吸引这些虫子的 不过如果棺材里的尸体 开始腐烂的话 那受不准 本集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迪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十二级 永恒移动老木棺 老木棺材上 一般来说不会吸引这些虫子的 不过如果棺材里的尸体 开始腐烂的话 那受不准 腐烂的尸体 会让棺材本身 发生一定的改变 不论是气味还是质地 不过 奇怪的是 这些棺材上 好像没有发出 令人恶心的气味 甚至连一点意味都没有 倒是有些 奇怪了 张文斌的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而就在此时 孙和祖 发现了一个秘密 你等会儿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棺材飘过来的方向 位置 似乎是固定的 它们就算受到水流的改变 容易改变方向 但大体上 还是在原来的水道上 每过九具棺材 就会变成最开始 遇到棺材的排列方法 因此我怀疑啊 前面或许有个漩涡 而且这条道呢 有可能是一个 环状结构 这些棺材流到最外面 再由环状结构出的水 将其给拍卷到既定的位置 归位 说到这儿 陈江河立马将自己身上的一张 空白的符纸 砸落到一具棺材上 然后继续前行 月面七八分钟后 果不其然 那具贴着陈江河 空白符纸的棺材 又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了 看吧 是这样 洛森 身被你说中了 嗯 我就这么猜一猜 既然这样的话 大家方慢速度 在不被撞到的情况下 小心地观察两边 看看是否有插到 陈江河说完 立马将水稻图取出来 而后 他马上发现了一个 跟水稻图当中 不相符的点 等一下 此处并没有在水稻图当中 标示是个无限循环的地方 不过我们实际上 遇到的情况却如此 也就是说 我们当真不能完全相信这张图 是吗 并不是如此 那什么意思 这个图我觉得是正确的 而和上面出现的情况不同 那是因为 前人已经将水稻 会因为冲刷时间的侵蚀呢 而改变自身的状况 呃 换句话讲 这个改变是他们之前就预料到的 所以故意怎么建造的 让时间的作用天然冲刷出一个闭环的空间出来 陈江和说到这 众人只觉得后背发凉 这也能算出来 我们现代人都不一定能将这个变量算得如此精确啊 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 不由我们不信 起初的时候我也不信 可现在看来是我们太过坐井观天 小乔先辈们的智慧了 陈江和说完 只听到胖子突然指左边的山壁 哎 江先生 我隐约看到那左边那块有出口啊 此话一出 所有人立马用树木顶住木筏 定格在水面上 随即 众人顺着胖子的手指方向看去 只见左面的山壁上 果然有一条极为狭窄的通道 而且通道外侧被层层的巨石格挡 如果不是角度正好 只怕胖子无论如何也是看不到 走 陈江和很清楚 绝对不能在这里转圈 于是他发动众人 等下一波漂流的棺材一过 他们立马横渡不动核 来到了看样子像是通道的地方 陈江和定睛看去 通道的两侧没什么异常 于是利用飞锁呢 快如闪电的跃至右侧的山壁 而后攀上通道往里边看去 那么这条通道呢 一直往里面延伸 而且开始收窄 水流不及 不过水深好像比之前深了一杯 水中并无杂物 甚至连水草都没有 看到这儿 陈江和立马招呼众人近 木阀进入其中以后呢 众人总算是喘了口气 看来只要稍微用点心 还是能找到的吗 当然能找到路 不过这条水道看上去 似乎跟之前的不大一样 太安静了 甚至连水流都减缓了许多 有点不习惯的 水流减缓 说明这条道受到水流冲击小 换句话说 这条水道 可能连着岸河里的某一条路 陆路 医师你说我这分析对吧 应该是 森科族的提醒让陈江和转换思路 顿时想明白其中的关键了 说到这儿 都人齐齐附和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登上去看看呗 说不定有什么发现 就是江医生 走 看看这儿 胖子跟瘦子提一番以后 都人再度整装前行 木阀在较为平静的水流当中 前行了一百来米之后 果然看到了搁浅陆地 不过陆地上出现的东西 让众人后背发凉 一时间不知所措 只见陆地上竟然背对着他们 站了三个人 我靠 人是鬼啊 哪能是鬼呀 你没看到他们露出衣服 那皮肤挺白的吗 依我看应该是几句 遇事人像吧 说到这儿的时候 孙和祖也点了点头 我也觉得不像人 你过去看看 这儿的 孙和祖正要行动 陈江和 要学说我去比较好 至少到时候还有点把握 孙和祖也点了点头 陈江和立马就如飞锁 靠近三个人 等靠近之后 陈江和依旧没有嗅到 任何其他的异常味道 那么这足以说明眼前的三个人至少不是腐烂的尸体 他走到三个人的身后 细细的观察一阵 正如瘦子所说 这些人的皮肤白到近乎透明 应该是浴石 那陈江和有了自己的判断之后 立马一个闪身 绕到他们三个人面前 抬头看去 三个人的神态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一直保持着平视前方的状态 浑身就像是白玉 而非是人的皮肉 陈江和缓缓的上前 似乎想要搞清楚 在这种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三具石像 可是刚刚在他往前走三步的时候 右脚好像踩到什么东西 右脚顿时下线 电光火时 陈江和利用飞锁挂在上面 死死盯着下方的三个人 也不知什么时候 刚才他踩到的地方 竟是出现了一个可圆形的岩石 岩石歪歪拧拧 突然炸裂开来了 众人听到爆炸声 自然意识到陈江和可能遇到危险了 正要说话呢 只听了一连串黑钉 竟是从陈江和下放的岩石当中 鸡舍而出 果然是奇怪 陈江和二发不说 寄出兵符形成一道兵墙 堪堪的挡住岩石内黑钉的攻击 与此同时 三具石像的眼睛顿时变色 血红色的光幕笼罩之下 又有十来个装着飞钉的岩石出现 七七瞄准的陈江和 种人现状都是没得紧重 看来触发机关了 我们不能这么看着 陈江和二手握前击伞 就差马去冲出救人了 别去添乱 三具石像附近只怕不少的机关 一旦踩上去只怕更乱 让他自己脱快 比我们上去棒他好得多 孙和祖这么一说 陈江燕只能双手紧握 小心翼翼的看向陈江和 陈江和此时被飞钉给围困 还能罩架 与此同时 他的余光扫着一眼三具石像 赫然发现 这三具石像 不论是肌肤纹理 还是面部表情 简直跟人完全一样 如果不是皮肉 透出玉石一般的颜色 他还真发现不了 只怕这三具石像 原本也是人 正是因为某种力量的干扰 他们才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陈江和如此想到 而后借助兵墙迅速往上 飞钉即便再猛 兵墙只能抵挡一阵子 而身处上方的他 反而能看得更加清楚 约门五六秒之后 陈江和祭出的兵墙 已经完全被飞钉击碎了 可陈江和并不着急 也没有在祭出兵墙的打算 而是看准时机 将石壁之上散落的 飞钉拔出 顺势朝着机关怒射而去 电光火时 只听着机关发出 极为金色的啪啪声 仿佛里面的气壳被卡住了 解决了 陈江言显得有些兴奋 可就在此时 三具石像的头部 竟然轻微地向上转动 突然张开嘴 傻之间火红色的飞虫 从他们口中 扑成着翅膀出来 是火蝶 这万龙脸色微变 没想到他们三个真的是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迪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十三计 水中霸主 没想到他们三个真的是人 说话间 昨晚龙大手一挥 一张青色的扶纸 顿时划破天际 朝着三具石像 直接笼罩下去 就连那些尚未靠近 陈江河的湿火蝶 也完全被笼罩其中了 陈江河也借机飞过来 走 陈江河直指靠近陆地的水道 此地不宜九六 说话间 众人立马上了木筏 迅速地离开此地了 原本离开了五六十米之后 陈江河才寒生 对了 等会儿是看到类似的石像 什么也不用管 只管走 好 那些事 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原本是人 现在已经成了石火蝶的温床 石火蝶是什么来头啊 周万龙拍了拍陈江河的肩膀 替他解释 石火蝶 从幼虫开始呢 就寄生在人的五脏六腑当中了 你们别看第三具石像的外表 好像没事了 其实内脏早就没了 而且石火蝶在人的身体当中呢 能产生一种名叫名胶 它能让人的皮肤呢 变得宛如玉石一样 精涕头 所以刚才才会误认为是石像而已 这种说话间 只见前方也出现类似的石像 这一次 这些石像盘坐在地面上 冷冰冰的看向众人 宛如恶鬼 这些人真的已经死了 看上去好像是活人 不过都是死掉了 不知道多少时间的人了 这些人呢 也不知道什么来头 小师弟 你刚才近距离观察 有没有看到他们身上什么记号 不是楼骨人 只是眼睛有些异常 是血红色的 血红色的眼睛 汗拔后裔的眼睛是金色 血红色的眼睛是哪一脉的 从这些人的身边掠过 总觉得甚得慌 对了 反正把他们当成石像 就没什么好怕的 我不是害怕 而是觉得诡异 我甚至在想 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拦在总脉之外 当然会选择这么做 昆仑须乃是龙脉发源之地 藏着盗墓界最大的谜 甚至关乎整个世界 这样的地方 岂能让人随便进入 正说话间 前面的水流突然变缓 右侧是出口 而左侧竟然又是一片水中陆地 水中陆地的上方竟然倒挂着密密麻麻的口袋 这些口袋因为岁月的侵蚀已经变得极为破旧了 一些甚至已经破开一些小洞了 小洞之中呢 隐约能看到一些黑乎乎的东西 也不知道到底装的是什么 什么情况 不会 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手子压低声音 周万龙看了一眼 顿时示意众人不要高声说话 然后陈江河指着指右侧的出口 示意大家慢慢地 小心地划过去 见两个人如此谨慎 众人也不敢随便开口说话了 而是小心翼地划着树木做那个传讲 离开此处 离水中陆地呢 越来越近 众人的心呢 也提到嗓子眼了 即使没有人知道上方挂着的是什么 但仅凭刚才陈江河还有周万龙的表情 就能猜到上面绝对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东西 也就在此时 两艘木筏子顿时向下一沉 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拉了下船身 量抢之余 众人顿时下意识地看向水中 只见白花花的水浪下方竟是出现了大片的黑色的密集的影子 众人见状只觉后背发凉 与此同时正在摇动船桨的几个人 只感觉船桨被某种力量给拖拽着 竟是差点被拽下去了 船桨下意识地被脱手 沉入颇深的不动之河当中 原本还算平稳的水面 此时竟是密密麻麻的出现一大堆的气泡 看到这儿 中国人的后背一阵发凉 只缺头皮发麻呀 陈将和周万龙死死握住木质船桨 一言不发 缓缓将其探入水中 啥时间一股巨力顿时从船桨上传过来 好在两人的力道足够夸张 没有被一下子给拖拽下去 两人把那个船桨拖上来 很快就发现船桨之上 竟是被几条长着四颗獠牙的黑鱼给咬试着 背弃如线 牙筒獠牙 青眼黑林 是施牙鱼 施牙鱼 我听说施牙鱼个头应该在拳头大小 这个人头差不多大了 吃了东西不一样 自然就变成这样了 这帮家伙 这帮是以那些尸蝶为师才长得到的 说到这儿 周万龙指指上面倒挂下来的口袋 上面那些口袋里面 只怕是吐尸骨 一连出现三种令人头皮发麻的东西 众人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呢 施牙鱼 吃人肉不吃啊 胖子 吃 但是他们更喜欢尸蝶 或者上面的吐尸骨 陈家和此话一出顿伤之后 你想到了一种可能 土尸骨害怕尸蝶 而吃掉土尸骨的施牙鱼 会成为尸蝶的美餐 三者已然组成食物链了 但是他们都不是食物链的王者 这里应该还有一种顶级的掠食者 顶 定期掠食者 不管是土尸骨 还是尸蝶 甚至是鸭鱼 都不过是诱饵罢了 周万龙顿是反应过来了 我们怎么弄啊 咱不能在这等死吧 当然不能在这等死 不过眼下我们的动静越大 越不容易离开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办法 说话间只见陈江河目光 落在上面的土尸骨上 干嘛 你想让他们三者之间大闹起来 顾不上我们 从而马上离开 周万龙一眼就看出 陈江河的想法了 对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行 既然如此那就干吧 周万龙说完 陈江雁兽子 已经准备好远程攻击了 准备好 开动 陈江河话音刚落一瞬间 飞钉母舰不断的射向肮脏的口袋 被挂在上方的口袋 顿时被破开 一团团污秽的土壤当中 竟是出现了密密麻麻蠢动的虫子 看到这儿 原本还在打陈江河 他们主意的施压鱼 顿时冲向水路之上 众人的目光也集中在这个水路之上 时间大大小小的施压鱼 至少上百条啊 那么疯狂的 分时从上面掉下来的东西 而此时 尸蝶也开始准备收割了 陈江河瞳孔萎缩 审视渡视一番 立马说 走 话音刚落 众人立马开始滑动船桨 后法子 没有着施压鱼的咬食和拖拽 自然能在水面上急速前行 离开了二三十米 众人这才喘了口气 可是陈江河周万龙没有半点心细 或者说是逃出生天的喜悦 他们很清楚 在这附近可能还有比刚才三种东西更危险的存在 毕竟他们都不是食物链的顶端强者 就在众人稍稍放松之际 水的深度呢 突然变深了不知道多少 他们的船桨早就没办法探到水底了 够深的 怎么这么深了 胖子有些疑惑 他们的木桨大概有两米长 可即便如此 依旧无法落到底 木筷子还在移动 可越往前呢 他们就越能嗅到一股极为浓郁的腥臭的味道 应该在前面 大家准备好达成硬仗吧 陈江河手握短剑 另外一只手拿着那个天丛云站在最前面 周万龙也极为紧张的站在木筷子最前方 冷冰冰的看向灯光缓缓切开的地方 傻视间众人已然听到极为诡异的扑弄声了 甚至还有拉扯那个锁链奇怪的声音 来了 陈江河紧握短剑 灯光突然落在前方的水域当中 只见涟漪不断 小型的气泡也开始不断的朝上方冒出来 渐渐的整个湖面开始沸腾 一层层的白骨 一层层的污秽之物 竟是从水底慢慢的冲上来 看到这儿众人的脸色顿时巨变 灯光笼罩之下 众人目不转睛的盯着不断冒泡的地方 隐约能看到一团巨大的黑色之物 正从水底往往钻 咋一声 半只脑袋赫然出现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 只见一只黑色的 宛如大泥般的鱼 竟是将自己的头部的一半给露出来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第114集 黑鱼拦路 只见一只黑色的 宛如大泥般的鱼 竟是将自己的头部的一半给露出来 仅仅是看到鱼头的一半 所有人的脸色顿时都变得一片煞白 这 这条鱼 怕是这的霸主了吧 大鱼张大的嘴 乌浊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 与此同时 一股无法言说的犀利 也跟着轰气而至了 众人只觉得头皮发麻 幸福之气 倒卷而至 煞时间 陈江河把一张火符祭出 顺着犀利 顿时落入鱼的嘴里 哄 产生了爆燃 第一时间烟沉滚滚 倒卷扑来 众人只觉得水流激浪 游如海上的扶平 随时可能被轻浮了 他们竭力的看向前方 很显然 他们想知道 在种着陈江河一击的大黑鱼 会有什么反应 那浓烟之中 鱼的黑影 依旧没有半点变化 仿佛刚才的爆炸呢 只不过是随便的 扬起一阵浓烟而已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普通的火符 确实没有什么杀伤力 是把黑乎激怒 这大黑鱼的 周万龙已然取出青木符 准备用巨大的藤蔓 困住这头黑鱼 然后想办法离开 可是还没等他做什么呢 陈江河已经冲出去了 回来 周万龙自知小失地有多倔强 恐怕喊是喊不回来了 你们趁机离开这里 我来拖住他 身后只传来陈江河极为淡漠的声音 可就是这个淡漠的声音呢 正在用自己炽热的血蛆 为他们开出一条路 行先生 咱们可是来帮帮的 不是让你保护的 上山龙已经拔出太刀了 跟在陈江河的身后冲出去了 利用飞索英景名周万龙 普罗竟是七七冲出去了 周万龙离开之前呢 也对众人提到 让他们找机会冲过去 减小可能发生事故的概率 孙和祖见状第一时间 把陈阳燕给拦住 大取为重啊 把木筏子弄过去 算是帮大忙的 咱干这个 陈阳燕的手 丝丝掐在另一只手上 然后利用飞锁 跃至另外的一艘木筏上 你说的对 我们需要木筏准备吧 见陈阳燕终于镇定下来了 孙和祖稍稍安心 此时燕尘当中 已然想起 鸡尾刺耳的打斗声 虽然他们看不见 燕尘当中的战斗多惨烈啊 但光听声音也知道 黑鱼似乎有着 极为坚硬的鱼鳞 并不是一般的攻击 能将其给破开 刀剑交击之声 震耳欲聋啊 与此同时 黑鱼似乎被众人干扰以后呢 身子也向右边倾斜 左边应该是出口 他在身上被锁链给缠了 想脱身是不可能的 而他作为挡路的道具的话 绝对是极其强大的存在啊 你这意思是 有人将他养在这里 为的就是挡住来这里的人 没错 从这里开始 积水越来越深 流速越来越慢 我甚至怀疑啊 距离真正的走脉 已经快到了 孙克足猜测 陈江燕扫了一眼 依旧没有办法 看清楚的右面 刀剑之声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 左侧的空间 顿时出现一条 完全可以容纳 他们通过的缺口 至于缺口的另一侧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他们已经看不见了 走吧 陈江燕极为笃定 众人健壮 也都齐齐的勿讲划船 船身调整好之后呢 两艘法子 竟是飞快的 跟黑鱼擦身而过 两艘船 于千军一发之际 终于来到 大太鱼的另一面 那么与此同时 他们立马在 入口处停下来了 反身往回看 只见打斗 依旧没有停止 黑鱼的战斗力 也没有半点衰减 依旧能保持 极为强大的战斗力 怎么办 陈江燕已经将自己 手上唯一的兵器 取出来了 我们的兵器 对这个畜生 不会有半点效果 你好像想一想 现在你即便是回去了 不会帮半点忙的 孙克族说来说去 还是生怕陈江燕 回去帮忙 放心吧 我已经不是 之前的陈江燕了 我知道我现在回去 反倒会给他们 带来困惑 老孙 我们要不要先探讨 这附近是有什么情况 而陈江燕转头看向前方 他的眼神里写着笃定二字 他相信无论什么情况 陈江和一定会跟他们会合的 这一次 陈江燕改变了以往的情谋 很好 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探论 孙克族此时就好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看下陈江燕 他取出罗盘 西面竟然正是他们面前的这条水道 按理说八十一道轨 没那么容易走完 孙克族一脸疑惑 可是 岸河正面这条道呢 确实就是正西方向 阻迈就在正西 我们取到此处 说不定本身算是超着进路 这前面的水很平缓 但是这个深度还在不断的向下延伸 按照水道地图上的话来讲 我们现在即便是没有到达总 也不远了 既然这样 那这条路就我们去探探 说话间 陈江燕已经让胖子的兽子撑船 朝着正前方慢慢的滑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呢 陈江燕就隐约看到 正前方中间处 竟是隆起了一处极为怪异的平台 平台之上呢 放着一尊半身石像 只有人的上半身 下半身要么被砍了 要么就是被图给埋了 总之看上去极为的不和谐 那也得个腿的吧 这是啥玩意儿啊 应该是半身符 不过整个平台只有一具半身符 看样子我们还得找到第二具 一般来说 这个半身符应该都是两具是不是 因此我猜还有一具尸挺在附近吧 找到两具石像有什么用啊 陈江燕尽力地克制自己不要回头看 半身符虽然看上去有些诡异 但其实并不是什么邪碎之物 说不定半身符还能帮我们离开这儿呢 当真 陈相亲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陈江燕一脸严肃地看向村口祖 随后立马朝着水中央 把那个平台滑过去 上了平台之后呢 陈江燕顿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他觉得身处的地方 似乎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硬 踩上的一瞬呢 好像还有一种 极为奇怪的软绵绵的反馈感 就好像是某种缓充电的作用 正纳闷呢 陈江燕突然感觉平台好像动了 当然了 他立马觉得自己想太多了 应该是出了偏差了 他缓缓地走到半身佛的面前 双手合十 如果你真的是佛 那就保佑陈江和他们能够顺利摆脱那个大家伙 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里面的任何东西 而是为了不让他们落入狼子野心之人的手里 正说话间 陈江燕隐约感觉平台又动了一下 那么这一次 他的感觉极为清晰 绝对不是自己的幻觉了 他看了看这种上来的孙客族立马摆了摆手 陈江燕没有动态 也没有转头 声音有些强装镇定的感觉 您不要上来 这里或许并不是一处平台 不是平台 那就是水中陆地了 总之半身佛有百利无一害 我们一起上来找找 说不定更快呀 别上来 陈江燕的声音突然加大了 众人健壮 无不感觉异常 陈小姐 你怎么了呀 手子瞳孔微缩 虽然陈江燕一直以来都比较外向 但嗓门呢从来不大 也不会用这种语气跟他们说话的 你们不要过来 我感觉这平台是活物 陈江燕的一句话顿时让所有人脸色都起变化了 我 玩我 孙和祖朝水下看去 由于黑鱼跟众人战斗的原因 加上水很深 他竟是没有办法从平台下方看到任何奇异的东西 没错 我已经感觉到了好几次轻微的颤抖 孙和祖很清楚 陈江燕虽然平时很活泼 善于交际但绝对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尤其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可能开玩笑的 也就在此时 陈江燕再度感觉到一股极为清晰的震颤 他缓缓地站起身 陈小姐 这平台下面 只怕当真是活不突然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沉 作者 陈江白夜 演播调尔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级 水中巨龟 陈小姐 这平台下面 只怕当真是活不突然 瘦子已感觉到了 孙和祖眉头紧皱 只见水面上竟然果真出现极其细微的震颤 细小的震颐 几乎以肉眼难以观察的方式 以平台为原心 竟是朝四面八方 荡开一圈圈的震颐 看到这儿 孙和祖已然完全相信陈江燕的话了 陈小姐 你别乱动 我相信你 孙和祖说完了 立马蹲下身子 举着手电往水里打 因为这一次开了强光 加上距离也变得小了很多 他竟是能借助昏暗的水中的 看到一头极其恐怖的庞然大雾 那玩意儿感觉好像是一座海岛一般的存在 大的让人后背发凉啊 你看到什么东西了没有 陈江燕依旧是不敢乱动 看样子有些像远古巨龟 远古巨龟 你的意思是我脚下踩的地方 应该和一只大乌龟连接 千真万确 孙和祖再度看了一遍 巨大如山丘一般的巨龟在水流并不湍急的时候选择休息 而一旦水流加快 巨龟就会移动 寻找合适的生存水域 看来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个不得了的巨兽 废话 你们现在不过是看到一些表面情况 谁下面更加惊人呢 孙和祖不在这种情况下开玩笑的 手子见状正准备说什么呢 也就在同一时刻身后穿了黑鱼剧烈的撞击手 锁链不停的震颤 水势突然犹如涨潮一样恐怖 陈江河带着众人从左侧飞出 稳稳的落到木筏上 虽然众人身上看样子有些血气 但好歹没有人受到致命的伤 黑鱼疯狂的拉扯着那个锁链 发出巨大的水浪 就连木筏子都在水浪当中的疯狂的起伏 整个暗河都仿佛在这一刻沸腾了 他怎么了 是不是受什么打击了是他 手子看出一些端倪了 黑鱼如此扑腾就是想挣脱锁链 根本不是想攻击任何人 他就是单纯的想逃走 难道因为那只取亏 孙河族话音刚多 他们的面前深水当中 突然往上涌起两三米高的水浪 陈江沿所在的平台呢 也直径拔斗三米左右 汹涌的水浪朝众人轰击而至 看得众人心惊胆战的 别愣着上去 陈江河喝了一声 所有人利用飞锁 缠住最上方倒旋而下的石柱 向上荡 迎着狂潮倒是颇为轻松的 落到了中间突然升起的平台上 那陈江沿原本正担心众人呢 可下一瞬 所有人都已经落到这个平台上 一颗心也稍微的稳定下来了 好险 胖子两枪倒地 落地的姿势虽然不好看 但总比被水潮击中来的更加惬意 站在高处往下看 只见黑鱼此时已然发狂了 锁链拖拽的声音变得异常的大 而他们身下赫然就是醒过来的巨龟 没想到在安可水道之中 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巨龟 上山龙一觉得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 陈江河周万龙利用飞锁反向拉住木阀 即便他们的力量都不小 也差点被拍击的水浪给扯下去 种人坚壮也上来死死地拽住飞锁 这才得以保证木发不被水卷走 估摸着是黑鱼嗅到了巨大的危险 才会变得如此狂暴 要不是如此 我们只怕真的要葬身鱼口之中 没错 刚才如果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话 是怕当真要死伤树人 普罗捂住自己的肩膀 偌大的伤从肩膀处直接拉扯到小臂 伤口虽然并不算太深 但湿血量却有些恐怖了 陈江沿见状立马上来做止血跟包扎 巨龟此时并没有停在原地 而是溺水而上 竟是带着众人往更深处的暗河当中走 这只巨龟不会想帮我往死地送吧 陈江河周万龙在众人的帮助下 利用飞锁将木筏子绑在平台中央的石柱上 任由巨龟拖拽地离开这 与此同时 孙克祖把罗盘取出 稍稍一看 只见巨龟所行走的方向的同样是正西方向 此处的插道根本通不过去 咱们要不要继续让他带咱继续往前走啊 陈江河空闲下来的 直接取出暗河古图进行查看 立马发现 在这幅图上 他们所在的位置已然快要接近终点了 许归所行进的路线 正是祖卖的方向 陈江河给众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啊 这么厉害吗 许归为什么会想着把咱们往祖卖的呀 陈江河摇了摇头 表示迷惑 或许 是因为这个 陈江河指了指半身佛 半身佛 陈江河一眼就看出陈江河所指的石像 正是半身佛了 我刚刚上来原本是想着给你们探路的 结果发现了这个 陈江河一边包扎普罗肩膀上的伤口一边说 总之这个事倒是挺怪异的 要不这个巨贵的出现搅动水潮 让黑鱼发狂 我们只怕当真是没有办法在刚才那种恶劣的环境下 还能报名 刚才那只黑鱼 不禁对倒数免疫 而且浑身跟铁块一样 我们只能攻击他的眼睛 附近的软肉激怒他 上山龙一艰难地回想刚才的战斗 有好多次 他们都是跟死亡擦肩而过的 即便是现在安全了 他们的手还在颤抖 陈江河很快地帮普罗包扎好伤口了 转而看向众人 你们过来 让我检查检查 陈江沿最担心的还是陈江河 直接一眼看向他 陈江河摆了摆手 我没事 我们也都有一些撞伤 等会儿就没事了 中日连连摆手 确实被陈江沿教训一顿 等会儿就要上岸了 阻卖之中危险重重 我这儿有爹打损伤药 你们自个儿拿去涂 陈江沿下意识地把药扔给陈江河 他知道这些家伙是碍于面子 一或者是男女有别 这才拒绝他的帮忙了 那么陈江河接过药 把那个裤腿撩起来 只见他的脚踝上方 竟然有一处近乎赤红的撞伤 看到这儿就连陈江燕的心都咯噔一跳啊 你的腿当真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呢 撞伤而已等会儿醉就好了 陈江河忍着剧痛 把药水涂上 把药水呢递到其他人手上 巨龟载着众人 虽然速度比较缓慢 但好在不会遇到任何的危险 他们原本以为 那只黑鱼已经是暗河当中的霸主了 现在看来 眼前的这只巨龟啊 只怕才是暗河的霸主了 他一路上畅通无阻 也没有半点停留 约本十来分钟之后吧 眼前的地方越来越开阔 甚至隐约能看见光晕闪烁 尤其是陈江河 还有孙科祖等人 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龙气了 看来我们当真是要到了 孙科祖站在最前面 试图往前方眺望 只见前方的拐角变得越来越密集 水流越来越大 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巨龟 现在只怕还有很大的风险 一想到这儿 孙科祖就感到一阵庆幸 光是这里的岔道 还有紊乱的水流 我们单单是重做木筏子的话 只怕早就迷失此处了 陈江河叹道 他知道 暗河古图之上 最后一段的乱流 最为恐怖了 因此他也知道 在这一段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之前他们拿不定主意的 也正是这后段的水道 现在有了去归的指引 他们正在往最终之地倾进 也就在同一时刻 远在杜洛城的地下研究基地当中 从病床上脱离危险的寄林远 甚至是封建离 包括神秘组织的西装男 都已经整装待发了 封建离 你们密宗的人 已经在昆仑山等候了 我要提醒你的事 即便你的伤已经没有大碍 但毕竟还是刚刚苏雄不久 在这种情况下 去昆仑山走卖 你回不来的几率 很大啊 我自有打算 用不着你在我面前指指点点 封建离的毛子里 闪过一丝丝冷意 绝美的面容 此时像是幽魔 我要让陈江和他们 付出代价 本集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底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为十五节 水中巨龟 我要让陈江和他们 付出代价 也罢 我可不管你 反正我们负责 叫你救活了 西壮男戏谑一句 转头看向季林远 季林远 你们看把后裔 就剩你一个了 这次 你也要去祖卖之地吗 当然 西林远 此时的脸上 已经挂满了 极为恐怖的 汉拔诅咒的图腾 乍一看去 根本无法辨别出 此人就是西林远了 他冷冰冰的 陈江和的命 有话来诸解 西壮男健庄 猴子里顿时 闪过一丝丝狡邪 普罗还是没找到吗 西壮男这个话 明显是对身后的探子问的 没有 我怀疑 他有可能才是那个盘头 看样子 我有老眼昏话的时候 竟然有了这么一个家伙 西壮男换上装备 猴子里掠过一阵阵杀意 虽手一挥 就上百人出现在研究室里 西壮男缓步地走到赵清清的面前 把悬殷石紧握在手 没想到悬殷石上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还得多谢你们俩的翻译 建议我们无法翻译所有的暗文 这怕还得请两位跟着走一趟了 西壮男说完 手下立马将装备也扔到赵清清和方石手上 赵清清下过一次目 已然心有余悸 可是呢 他若不去 这一次连方石都可能回不来 一想到这儿 他只能强忍恐惧点头 穿好装备 随我人立马赶往私人机场 波音747 载着这一百来号人 七刷刷地往昆仑山进发 飞机之上放射压低声音 清清啊 这次 只怕是我最后一次下目 我没有想着能从里面活着出来 但你必须活着 记住了吗 师父 你说什么胡话 江先生 他们一定能保你出来的 这次神秘组织有玄音石 还有这么多人 江先生即便是有三头六臂 只怕也很难活着 更不用说我 关键时刻还得看你 只有你才知道那个秘密 说话间 方石用力地抓着抓赵清清的手 眼神坚定 似乎还带着某种无法直接说出口的决绝之意 而赵清清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只能重重点头 不一会儿的功夫 有人朝他们走过来 嘀嘀咕咕什么 调话当着我面说呗 西装男上前一步 两人见状就不再说话了 窗外的云极其的厚实 他们乘坐的飞机 即便是飞往昆仑山 也不过一小时左右 方石根本不确定 一小时后陈江河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祖迈 能不能顺利地从祖迈当中找到最为重要的祖石 但是现在他没有机会将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巨龟往前继续行走了十来分钟 绕过了不知道多少插道 终于将一行人带到了最终之地 祖迈 众人从巨龟的身上下来 勿送着巨龟又潜入水中 形成一个平台般的存在 心头百感交集啊 陆星我记住了 我们必须把木筏子藏好 于是胖子瘦子等人 立马将木筏子拖上来 找一个颇为隐蔽的乱石堆 将这里放好 这没有巨龟的帮忙 我们这次想找到走迈 简直痴心妄想 孙科族也把路给记住了 他们是风水师啊 本身就能利用一些特殊的风水学位骑路 这一点对他们来讲不算难事 此时众人起起转身 看向眼前极为瑰丽宏伟 浑然一体的阻脉入口 一时间 他们这一路所遇到的所有艰难 危险都不足挂齿 放眼看去 他们眼前是一处巨大陡峭的山壁 天光从上方斜斜地照进来 山壁不高 不见头 参天莫云 根本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延伸下来的 看来进入祖脉 还有这么一个路口 不过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来的 绝比万刃 山高耸斥 不是一般人能下来的 看到这儿 我觉得我们所走的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 绝壁的下方 黑色的岩石 诉说着它极为古老的传说 上面也有不少极为古着的壁画 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天神随手涂鸦 古着之中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森严之感 那即便是站在十数米开外 也能感知到石壁上的森严威压 那这也是众人第一次感觉到来自于祖脉的压迫 可惜 方石他们没办法看到这一幕呢 要不然呢 一转杀眼 孙克族一提到方石众人脸色微微一变 他们都知道 方石还有赵清清已经被神秘组织的人给扣押了 现在呢 只怕是在为他们翻译从北欧远古海域当中 还有卑尼湖大墓当中找不出的东西进行破译呢 也就在此时 上山龙衣突然喊声 奇怪了 这荷幻府当中怎么还记载着关于浅宜环道 一听此话 众人立马上前 借助从天而降的光幕 仔仔细细地朝着石壁看去 一个个脸色顿时发青 没错了 上面果然记载着一些东西 最左边的应该就是北欧的古代海域 而右边则是千叶环岛 还有悲迷糊大墓 陈江燕看着北欧古代海域啊 看着海域上出现的岛屿 还有一些极为古傲的文字 左眼竟然不自觉地躺出血来 看到这儿陈江河顿时上前 怎么了 我隐约能感觉到这个岛屿的不祥 只怕跟我们之间猜测的没有多大出入 北欧的古代海域之中 现身的岛屿应该就是阿瓦龙 而且我 我还感知到了一股极为熟悉的力量 陈江燕死死捂住左眼 说话间他的左眼躺出更多的血 是孔家的力量在作祟 陈江燕眉头紧皱 眼中顿时闪过类似科幻片的几个场面 这几个场面虽然一闪而逝 但他就记得一清二楚 画面之中 他们似乎最终到达阻脉最深处 可是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混战 就连陈江河好像都死了 另外他还在画面当中呢 看到自己的母亲孔相灵 这一切太过诡决了 即便是他也不敢相信 我们 我们要不还是别去了 陈江燕的声音开始颤抖了 恐惧已经把他完全笼着了 他的身体开始疯狂地颤抖 半张脸都是血 你怎么了阿瓦 你放心 我能叫你们带出去 陈江河死死抓住他的肩膀 不 你 陈江燕并没有接着往下说 他不敢将自己看到的东西讲出来 他反向握住陈江河的肩膀 走 我们现在就走 不要进去了 不要谈生什么阻碍了 我们就算身负诅咒也照样可以活呀 此时不仅仅是陈江河稍稍沉默了 就连众人也都沉默了 陈江河稍稍想了片刻 这个事没得商量 我们不去做就会更多的人会死 陈江河看得极明明白 这一次的阻迈之行 其实他已经将自己的命抛至脑后了 道门中人不以天下苍生为重 不为天地利心 不为生民利命 不为万世开太平 那恐怕也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道门中人了 那早在来这里之前 陈江河就已经想到最坏的结果了 他相信不仅仅是他 就连周万龙张文斌也想到 陈江河不断地颤抖 似乎并没有任何人能安抚他的情绪 他就像是站在沼泽上 随时都会沉默 这个时候 却没有人能伸出一只手来拉住他 阿燕 人活着 如果连自己真实的人都保护不了 或者还有什么意义 本期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迪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一十七集 三青年 阿燕 人活着 如果连自己真实的人都保护不了 或者还有什么意义 陈江河重重地拍了拍陈江燕的肩膀 可我 我想保护你还有大家 我们不能进去 我 我刚刚看到了不好的东西 陈江燕知道禁忌有些事了 不能说 陈江河此时却依旧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似乎他早就知道陈江燕想说的意思了 你 你既然已经知道我的意思 为什么还要牵签 陈江燕原本其实也有一定的心理建设的 可是 刚才在看到极为精准的预言以后 他原本已经安抚下来的心绪呢 再度被牵动了 无论如何 他想劝说陈江河不要一身犯险 可就在此时陈江河笑了 陈江河是个生性比较淡漠的人 平常是不够言笑的 这次能突然笑出来 一定是因为他明白一些什么了 顿悟了一些事情 那陈江燕早就知道了 来到这里以后呢 我总算明白我的一生都在寻找什么了 甚至我师父为什么会以那种状态 宁愿用那种令人不耻的法子归来 他是来传达使命的 而我存在的意义 使命 就是来这里解决一切 陈江河缓缓起身 眼神里似乎带着光 使命 陈江燕也不顾其他人怎么看呢 他对陈江河的爱意 其实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他也没有必要有任何的隐瞒 他重重地抱住陈江河 就像是锁链一般把他缠住 那我呢 我怎么办 傻子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好的 陈江河灰心一笑 瘦子健壮 立马抄上山龙椅 还有殷景明挥了挥手 小孩别看 小孩子 我们好歹也二十七八了 小孩子 我看 你妹就比我们五六岁 你才三十多岁 过分了 我们不是三十多 难不成跟老孙一样四五十岁的 老半掉了 像你们这小孩 这个骂架的 别把我带上 孙科组表态 而此时陈江燕似乎因为陈江河的话 终于缓割下来了 当真不骗我 任何预言都是心理暗示而已 只要我们足够团圈 我们就能摆平一切所面临的困倦 好 我信你 你们都要给我活着回来 也就在此时 所有人都朝着陈江燕重重点头 看到这儿 陈江燕总算是安静了许多 话说我们虽然已经到了 但足迈之地偌大 怎么进去 孙科组扫视了周围一圈 除了正对面的那一扇巨大的石壁以外 他不觉得其他的地方能进去 阴阳之树 灼气下降 轻气上升 足迈入口不一定在地面之上 周万龙看了看缝隙外的空间 这一眼顿时给孙科组来灵感了 你的意思是有可能入口在上方山壁的某个地儿 有这个可能 且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说到这儿呢 孙科组立马带着上山龙衣 还有普罗等人立马来到山壁前 他们深吸了一口气 利用飞锁很快地就攀岩而上 五六米之后 孙科组果然在上方发现了一个类似转轴的机扩 这里有个机扩 像是一个转轴链子 转轴链子 周建龙见状也接触飞锁飞到上面 一看转轴 他的脸上顿时显现出兴奋之色 这是三青年 道门的一种法器 其中有三种不同的气 每一道的转轮代表了一种气 上清 太清 欲清 而每一种气呢 应该就是打开一扇门的道具了 这么家妞吗 竟然这样怎么弄啊 既然阻卖之中 本体乃是五帝之墓 三皇之墓 甚至还有神秘的旧日支配者之墓 那么这三道正是一一对应的存在 搞清楚三青年 众人最想要去的自然是福西的墓 道门尊太极八卦 福西既是八卦创始人 其中隐藏的秘密自然也最多 在春秋运斗鼠中 三皇呢被认为是福西女娲 还有神农 而上书大传之中 又将福西啊 碎人 神农定为三皇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定论 但是在开启三皇墓之后 这一切应该就有说法了 朱婉龙有些激动了 毕竟这项完全解开历史上的不确定答案 一旦历史被定性有了准确的答案了 很多历史古籍都会重排的 到时候世界的真相也会越发的接近真实 说到这儿 所有人一开始兴奋了 也不知道 什么对应什么 凭感觉呀 这个 可不是凭感觉吗 在那帮人赶过来之前呢 其实我们只能进入那一处 反倒成了重中之中了 所以这三青脸呢 如果一旦打开的是对我们并不太友善的一扇门的话 我们也会落入极其艰难的境地 这么一说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拨弄这脸子来 孙鹤族双手微微颤抖 既然是命 那我们就遵循命运的指引 随便弄吧 朱婉龙闭上眼 随手摸到脸子上重重的一推 脸子端时发出极为圆润的转动声 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扇大门赫然出现在众人上方三四米的位置 一道道白气从门内涌出 仅凭外观是没有办法判定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 而此时的脸子呢已经卡死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拨动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只能硬着头皮进入他们打开那扇门了 出发吧 犹豫会给敌人时间 陈江河立马开口一个闪身 就进入到第一扇被打开的门 众人也没落下 立马跟在陈江河的身后鱼灌而入 进入这扇门以后 所有人感觉外围的那种寒冻之气完全消失了 两者的温差差距至少在二十度 里面温暖潮湿 呼吸之间仿佛都带着水汽 众人立马脱掉笨重的外套 塞入囊中然后继续前进 这一条通道显得格外的大 刚刚进来就有一个圆形 类似广场一般的存在 两侧的山壁上密密麻麻的 都是一些透明的晶体 看上去又不像是冰晶 透亮无比 光线落在上面 顿时折射出七彩的悬光 令人神迷 哎呦我去啊 这啥事的我这 胖子搓了搓手 极为兴奋的就要朝边缘走 胖子 别忘了这里还是古墓的 陈江河提醒了一句 把胖子给打醒了 他立马止步 只觉得后背发凉 索性的是 他没有触碰到任何机关 运气不错 这是魂石 据说 有安魂容纳魂魂魄的效果 啊 还有这种生物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里面岂不是装满了各种魂魄了 是啊江先生 这玩意儿 既然是纳魂的 应该还是有些危险吧 对你们看 魂石所容纳的魂呢 分为正邪的话 正就是透明 而如果是有怨念的话 就会变成其他颜色 你们小心区分就是啊 可就在此时 孙科祖眉头紧皱 我们看到的只有一种颜色 没其他颜色 你说我看错了 此话一出 陈江河立马揉了揉眼 可魂石的颜色依旧不变 你们当真无法分清魂石的颜色吗 陈江河已然觉得情况不对劲啊 不仅仅是孙科祖 朱万龙 甚至陈江燕等等人 没有一个能看出其他颜色的 在他们的眼中 这些魂石就像水晶 光照射在上面是什么颜色 它就是什么颜色 本体的颜色还是透明而已 突然之间 陈江河只觉得后脑勺啊 钻心的疼痛 他搬挥在地 冷汗如雨 耳畔仿佛也听到了 鬼魅服刑的声音 阿河 陈江燕一脸凝重 正要上前 却被陈江河阻止了 别过来 我知道为什么了 陈江河咬牙切齿 清金抱陷 受到血浓花诅咒越深 所产生的零食就越严重 换句话说 我在足迈之中 能看到的东西 比你们更多 本期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陈 作者 迪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河族 亲爱的听友们 第118集 灵世 我在足迈之中 能看到的东西 比你们更多 他缓缓地顶住后脑烧 如针扎如火 疗一般的刺痛 双手掌撑住双腿 仿佛需要极大的力气 才能站起身 额头已经渗满细汗了 不需要压制一下吗 不需要 我们需要零线 或许只有零线的帮助下 我们才能找到足迈当中的秘密 陈江和调整呼吸 默念了数次清心咒 刺痛感也才稍稍地缓解 所以这里到底是谁的墓啊 瘦子的眼里心满好奇 可他毕竟跟胖子不同 不会到处乱跑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墓 不过往前走的话 应该会有答案 我隐喻能听到有什么东西 在地上爬行的声音 大家当心 陈江和提醒一句之后 坚持地往前走 在灵事的作用下呢 他发现越往离走呢 石壁上的浑石颜色 从最初的透亮变成七彩 进而又变成极黑之色 密密麻麻 只怕数以万计啊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呢 只怕我们中奖了 这里有可能是 旧日支配者的墓吧 孙河族下意识地 抖着抖肩膀 倒吸一口凉气 老苏 不带这么吓人呢好不好 咱们刚刚被巨龟送到这 说明咱们是欧皇你知道吧 欧皇是什么 妥妥的买彩票支五百万 走路简单飞大转的那种 你说咱们怎么可能 回起来就是支配者的墓啊 扯淡 胖子一脸不屑 要不是仗着老孙的还有大用 指不定一记暴力打在头上呢 胖子 就你话多 你好好看看 这墓有半点我们熟悉的模样吗 胖子跟着这一帮人 也不知下过多少墓了 正所谓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袍吗 胖子定睛一看 顿时明白孙河族话里的意思了 哎呦 哪个腿啊 要我说 这怕不是个木吧 像是那恐怖电影里的胸只挨过着吧 胖子差不多快两米的身高了 视野自然比众人好很多 从他的视线往下看呢 不论是两侧石壁上的浑石 还是头顶上那些极为古着的浮雕 甚至是前方幽光下若隐若现的 这个泥勇人都是阴间的玩意儿 形势怪弹 确实不像是正八角的木 现在看出门道了吧 要么咱们现在出去啊 重新选个木进进去什么呢 老孙 你不会是觉得这里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所以想要出去吧 此话一冲的胖子顿时不乐意了 哎我说老孙你看你就这点觉悟啊 咱们来这儿那是要造福全人类的 你还惦记名气不成是怎么着啊 放你个屁 吴尔爷死胖子 你这么说话就有点不厚道了啊 你们俩 我老孙爱钱没错 但我还是有原则的吧 这点这么诡异 你看我有心思惦记名气吗 众人正说话间 走在最前方的陈江河突然抬起一只手 等等 前面有情况 陈江河压地身子 此地类似个广场 出了一些比较古老的泥泳 然后就是浑石 信息量最大呢 可能就是上方的浮雕了 要说真正看到任何线索的 只怕就是陈江河现在所看到的方向 只见他所看到的地方呢 就是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的沙堆 乍一看 甚至跟金字塔有几分相似 那个沙堆外围插了不少的牛头牛脚 上方还挂着如同帆子一般的白布 上面写着一个巨大的天字 嗯 天 孙河族借助手电光 也清楚地看到眼前的一切了 啊 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啊 小金 你啥玩意儿啊 天字 在古时候代表男子 同谦 也就是说 这里面应该还有一处弟子馆 同坤 这三角竟然是墓 孙河族显然没反应过来 其实这种墓呢 跟现在很多的南方看到的土丘墓是一样的 只不过 他们的灵脚没有这么分明 感情 还是葬不两口子啊 以天地乾坤为瘾 应该是夫妻没跑了 周万龙接着附和一举 不过这样的墓确实少见 我也没见过 手子一听 蹲着觉得不对劲啊 等等 三角形的沙堆是墓 那咱们现在属于什么地儿 这可不就是怪异的地儿吗 这个 孙河族也没能说说所以然 胖子此时开始挽袖猴 管他那么多的 下不开关 开个屁呀 晃什么 孙河族一把揪住胖子 这么大个人的 做事不动脑子吗 好 职业病 职业病 不对啊 你们难道不想看看那墓里是啥吗 这里是祖卖 里面的东西能乱动 咱们不动的没关系 可不代表他们不动 既然总会有人想办法把它打开 还不如我们项目开关比较好 说话间 陈江河已经绕过三角形的沙堆 来到满是牛头骨的后方 只见后方藏在阴暗角落处 竟然还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石碑 上面的文字呢 竟然和他们在不归谷看到的有些类似 难道真也能传送 孙科族也顺势跟过来了 见了黑色的石碑 他下意识地问 应该不是 这算是记录此目由来的石碑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下文你认识啊 一点点 陈江河依旧用极为淡漠的语调 上面大概的意思是 墓主两人 非常的情深 死后不能同学要埋在一起 我们只看到钱墓 没看到昆墓啊 对 那些魂石犹如漫天星辰 这里是天 而昆墓应该再叫被阴暗的一遍 陈江河说完 所有人下意识地看向前方 更为深邃幽静之地 古人的浪漫 可不止这一点点 无者说完 缓缓地跟着陈江河 往更深的幽暗的地方一动 可还没走几步呢 陈江河示意众人 不要乱动呢 停一下 石碑上的东西 你们能不能看见 陈江河说话间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众人栖息摇头 当陈江河看到陈江燕也摇头的时候 总算是放心了 因为他所看到的是 一颗颗被挖掉的眼珠 割下的头颅 头颅被某些药剂给浸泡着 长久不服 但是在手电的照耀下呢 散发着死寂一般的惨白 他们的表情 猙獰一长 脖梗处的血丝 筋脉 砍得一清二楚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陈江河说了 咱是违心的话 在前茂的位置呢 插着牛头都还能理解 这边只用人头 还挖了盐 那就很难理解了 更诡异的是 这些人的脸皮上 竟然还隐约的 看得见血通话的诅咒 在陈江河他们所探的墓里呢 就没有将楼鼓人 以如此血迹之法 挂在石壁上的 这是第一次 显然 这一发现 印证了 此墓 大概率不是三皇五帝之墓 可能当真呢 是旧日支配者的墓 正在陈江河思考之际 松科卒顿时 又看到黑色石壁了 这里有石壁 小剑你看看 陈江河示意众人 不要乱动啊 然后自己小心翼翼地 踩着细软的泥土上 一步指石壁前 石壁上的暗文相当简单 只有两个血红色的大字 判 杀 判 判杀 陈江河瞳孔微缩 然后又看了一眼山壁上 如此凄惨的人头 顿时猜到结果了 就在此时 陈江河幽暗的灯光下 顿时发现 在正前方的山壁上 楼刻着一道血色的图腾 鸡尾骨灼 图腾的正下方呢 赫然还有一个闪烁着 鸿芒的入口 宛如血通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底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119集 血疼入口 就在此时 陈江河幽暗的灯光下 顿时发现 在正前方的山壁上 楼刻着一道血色的图腾 鸡尾骨灼 图腾的正下方呢 赫然还有一个闪烁着 鸿芒的入口 宛如血通 那这个场面 很显然除了他以外 没有人能看见 毕竟 那图腾 周万龙喊声 陈江河猛然惊醒了 后脑烧一阵剧痛 小师弟 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周万龙已然察觉到情况不对劲了 死者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头 而且都是那些病入膏肓的楼骨人 走中满波 我的正前方有一团血色的图腾 张扬 疯狂 但是入口在血图腾的位置 真将和一口气把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讲出来了 一讲到这瘦子下意识的远离石壁 我靠 刚才靠那么近呢 你又不知道碰到些人头没有 瘦子顿觉晦气 不定的双手合十 朝左右败了一败 看来这个男子应该是先死而入葬 原本呢 他的遗愿是等到自己的妻子死了之后呢 能同葬于此地 可是没想到在他死了之后呢 妻子可能火通其他的人叛乱了 最后终究失败 然后被男子的同族呢 给屠了 再然后 用如此残忍的方法 将那些参与叛乱的首领 加上他的妻子 埋葬在这 一来呢 是完成男人的遗愿 二来 也算是给男主报了仇了 周外龙的猜测 正好也是陈江和的所想 那既然这样 咱们还是走吧 毕竟都是他们自己家人的事 你说我们怎么不能管他们家人的事吧 而我是瘦子 嗯 你是不是怂了 你才怂呢 我就觉得这让人深的荒呀 有问题吗 而且 我们那个这找到什么线索呀 瘦子眼看着又要跟胖子开丝了 却立马被陈江宴喝止 好了 你们两个够了 你们是领队吗 陈江和还没发话呢 你们闭嘴吧 手子庞子缩了缩脖子 立马闭口不提了 小师弟 你怎么看 周外龙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不过 他还是想听听陈江和在想什么 和女子策反的是楼谷人 我相信其中一定发生了什么 说不定 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 就能知道楼谷人跟那个男主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再往上说 如果牧主的身份 当真是就是支配者的话 那赤油一脉 跟他们之间应该有很复杂的关系 或者说 我们所说的就是支配者呢 就是赤油也不可能 陈江和说到这 周外龙重重点头 嗯 和我想的差不多 我也想搞清楚 他们之间到底是因为 哪一件事爆发的冲突 需要策反 最后还落到这样的下场 而且应该也能从这个事情里面 看清楚 赤油到底是不是所谓的 就是支配者 有着这个目标为前提 他们下一步需要想的 就是如何进入 图腾下的入口 那既然在这里 没找到牧主妻子的牧 想必牧一定就在里面 众人达成共识了 由陈江和一步一步的带着 众人来到石壁前 石壁上空白一片 似乎什么都没有 可是他们都知道 或许他们眼前 有着一个连陈江和看见 都颇为忌惮的图腾 刚才若不是周万龙阻止 陈江和或许已经被图腾给吸引过去了 图腾之上呢 应该有某种射魂夺魄的力量 小师弟 小心一点 周万龙提醒了一句话以后呢 就看到陈江和一直压低着脑袋 消失在众人眼前了 距离图腾太近了 所看到的事物就会消失 除非我们也提升虚童话诅咒的强度 才能看到这些东西 孙鹤族猜测到 幽光如海面折射而成的灵光 徐徐荡漾 一股股声冷质色的味道 从正前方传过来 陈江燕看不到陈江和 总觉得心里有些发毛 一或者说是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他在进入此地之前呢 已经出现过未来的幻视了 在幻视里 他清楚地看到陈江和 还有许许多多的同伴都死了 这无疑对他的心灵冲击极大 即便现在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大碍 可一旦没有见到陈江和 那幅惨烈的画面 就会趁机袭上心童 他强忍心中的恐惧 死死盯着陈江和消失的位置看去 此时陈江和正站在图腾下方 心头血色画的图腾果然兴起难当 陈江和的注意力没有在图腾上 而是落在了鸿芒闪烁的入口上 入口的大小只有成年人的一半高 他需要冒着身子才能进去 他手上握着短剑 小心翼翼的钻住入口 只见两侧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暗纹 凌乱无比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越往离走呢 兴气越发的浓重 而且越往离走呢 他耳畔能听到的扶地爬行的声音呢 就越清晰 陈江和同工萎缩 继续朝着里面看 红光宛如人的呼吸一般 有节律性的闪烁 隐没下去的时候呢 爬行的声音会突然消失 他的夜视能力在这里已经是丧失了的 即便是暗淡下来的时候呢 他也什么也看不见 甚至连所有的电子仪器在此时 也是完全失效的 他只能小心翼翼的点燃行军火把 继续向里面移动 入口的深度大概有十几米 微微的有向下的坡度 不过并不大 十数米之后呢 空间断式变大了 整个内壁就好像是人内脏一样 随着呼吸在不停的颤动 他知道 应该使他的灵视 受到了某种脑电波的影响 让他产生幻觉 要不然 刚才他也不至于在图腾的影响下 失去神志 像个傻子一样的往前走 此时的陈江河已经跟之前有所不同了 他已经有了一番心理建设了 即便是看到里面的真实情况 表现也极为镇定 在并不算大的空间里面 果然有第二座墓 也是三角形的沙堆 不过与外面不同的是 沙堆上方插着一具黑狗皮 坟墓的四方呢 也放着一些颇为邪碎的 诸如獠牙 血胎盘 鬼面具 甚至还有一只巨大的镇湿镜 这些东西都在原来的位置 镇湿镜也没有破裂 那么说明至少墓里的东西还算正常 并没有出现过诈尸什么情况 不过很显然 放着这些镇邪之物 也说明这个墓主生前可能是有怨气的 看过了墓以后 陈江河立马朝两侧打量了一番 除了不停蠕动的肉墙以外 还有几具彩绘的无头泥塑 也颇为甚人 那么这几具泥塑 看样子和正常的七八岁的孩童一样高 可是呢手里却抱着一个黑罐子 一索一诱地站着 似乎正在打量着陈江河 我们可以进来吗 朱婉龙有些担心了 问 不用进来 陈江河回应了一句 而后他猛地听到爬行声好像来自于头顶 这一惊 顿时让陈江河倒吸一口凉气 他猛地将手上的行径火把往上面一探 只见上方就是密密麻麻的爬扶着没有脑袋的地形狮 那陈江河不用想也知道了 这些人的脑袋此时就挂在图腾外面的空间 他调整呼吸 或许也是因为这群地形狮没有脑袋的缘故 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呢没找到他 本集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沉 作者 迪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二十节 地形狮 他调整呼吸 或许也是因为这群地形狮没有脑袋的缘故 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呢 没找到他 他小心翼翼的后退啊 他知道如果在这种地方跟形狮产生冲突了 他根本就没有战斗所需要的空间 陈江和缓缓地后退 他清楚地形狮没有脑袋 也就没有视觉和听觉 他们所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应该靠的是触觉 因此搞出的动静越小越安全 你们在外面不要乱动 里面有地形狮 陈江和直接开口提醒众人 地形狮 你快退出来 不要着急 听声音的发散状态里面的空间不会很大 如果有冲突战斗的话 他一定会退出来的 周瓦龙也跟陈江和一样 有着极高的战斗智商 能轻易地猜到陈江和在想些什么 果不其然 陈江和在数分钟之后 已经退出来了 里面有很多的屋头的地形狮 两边石壁上挂着脑袋 就是这些地形狮的脑袋 说到这儿 陈江和的面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那么现在怎么弄啊 有没有可能 拿到任何什么线索什么的呀 孙和左想对目前的情况 有一个完善的认知 然后进行一下评估 里面的横向空间不大 但是在我打起火把网上看的时候 发现上行的空间还是有的 地形狮躲在上面 说明上面应该有什么情况 如果能找到记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的规矩 你或者其他的文字再提 应该能搞清楚这些时候发生什么了 陈江和不想放弃 他觉得既然他们的命定之中 进入了这一个墓室 就一定是有原因的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将地形狮引出来 周万龙手握附置 已经随时准备好进攻了 在外面的空间比较大 嗯 也比较好解决 按照人头比例来算的话 应该有上百区地形狮 不过他们的杀伤力不敢打 火腹攻之效果绝佳 陈江和经过一系列的判断 然后跟周万龙一道 在外面设置了一个类似 离火镇的火幅大镇 准备将地形狮呢 引出来干掉 再进行探索 等他们准备完毕 已经过了五六分钟了 陈江和兜走精神 看着地面上从入口 一直延伸到十米左右的火镇 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 地形狮没有脑袋 凭借触感震动来判断我们的方向 因此我们只要搞出动静够大 他们必定会自作落网的 说到这儿 中正立马用鞋子 发出巨大的摩擦和震动 不一会儿 地形狮果然就从里面冲出来了 周万龙呢 掌控着阵法 只见从第一具地形狮奔出来以后 接连呢 又二三十具跟着跑出来 周万龙看准机会 立马点火 火焰爆燃啊 地形狮也在火焰当中 发出极为可怕的爆炸声 地形狮没有听觉和视觉 只能听过震动 然后进行反馈 因此呢 他们只要不停的跺脚 就源源不断的尸体 从里面爬出来 如此反复的灼烧呢 一波一波的把地形狮就已经 烧死于烈焰之下了 等他们完全将地形狮干掉了 时间已经过了足足二十分钟左右了 难尬 这下终于烧光了 手子捂住口鼻 空气里刺鼻的焦出味道简直比粪坑还要夸张呢 胖子更是难以忍受 离入口非常远 忍不住呕吐起来 众人看着地上的礁石残渣 胃部有些反算呢 每个人的脸色极尽惨白 抓紧时间进去看看吧 陈江河很清楚 没有多少时间是可以浪费的 他们能找到的地方呢 神秘组织就一定也能找到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陈江河率先钻进内侧的空间 第一时间呢 将火把点燃朝上方看去 确定没有地形式以后呢 他才利用飞锁挂住上方 急速往上升 很快他就发现 上方竟然还有一具棺材 这具棺材隐匿在黑暗处 如果不是将地形式完全灭掉 引开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看到这具棺材的 这个棺材和他们之前看到的棺材 有些区别 应该是一种木质 但是用手摸起来的这个质地呢 像极金属 长度呢 在成年人身高差不多 上面极为的古朴 没有一点花纹 他小心翼翼地利用飞锁 将棺材从内侧空间拉出去 众人看到这具棺材以后 立马开始发问 这就是里面那女的的棺材 不是 上面发现了 女木主的棺材 现在还在沙队当中 不过四方都有各种误会之物 看样子像是镇压那个女木主的道具 所以我发现这具棺材以后呢 我觉得很奇怪 把它拖出来了 居然既不是女主的这个木 这具棺材谁的呀 周万龙反迷糊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显然已经超过他的想象了 在这空间当中 如果只有男女夫妻的棺材 倒是能理解 这多扯一句的 这身份存疑 第三者啊这个 想那么多 不如开关看看 没错 我也跟万爷想法一致 而此时小猎人 全程是傻眼了 这些日子 所有的精力加起来 只怕比他二十多年加起来的 还要精彩刺激 所有人的目光 此时都落在陈江河的身上 开不开关 只是陈江河的一句话而已 开关 陈江河声音压得有些低 胖子瘦子一听 立马取出道具 分前后站立 用刀子在棺材缝隙处一划 两人齐齐用力 倒是轻而易举的 把棺材就打开了 一股腥臭味 等着是扑面而来 棺中没有湿气 倒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水味 顶经看去 棺材当中赫然是一个男人 皮肤上挂着一些 颇为粘稠的油脂 皮肤还保持了一部分的弹性 人虽然闭着眼 但总给人一种 随时可能会睁眼的错觉 卧下 这尸体保存的也太好了 可不是 这皮肤 它顺滑的 真是离谱的 问题是 他是谁 周人的问题 接踵而至 想解开秘密 必须得慢慢的来 陈将和上前 靠在棺材上 戴上手套之后 小心翼的抱住 他的后脖梗 然后腰部发力 将其给弄坐起来 而此时 所有人的注意力 瞬间转移到了 他的后背上 只见正前方的皮肤 虽然极其细化 可是后背的情况 就有些诡异了 他的后背 从脖梗下方开始 一直到尾椎骨的地方 都开了个大洞 后背当中呢 躺着一条 正在睡觉的 金色长蛇 看到这儿 陈将和顿时汗毛倒数 金蛇举后背 把人当成卢 这个情况太暗间了 周万龙眉头紧皱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人 也没有见过 如此诡异的情况 尸中草蛇 蛇属音 长此以往 关中的尸体 绝对会产生一变的 先别管那么多了 反正现在没变 把尸体弄出来再说吧 行 先弄吧 瘦子跟胖子 听到命令以后 立马开始照做 我一会儿的功夫呢 尸体就已经被搬出来 众人的注意力 其实并不在尸体身上 而是基本上 落在棺材里面 棺材外已经没有线索了 如果不能从棺材里 找到一些线索 他们可能真的要 拜拜浪费时间了 龙一 云九明 要不要好好看下尸体 一旦有什么变化 马上叫我 陈江河说完 和众人 点着火把朝棺材里探去 棺材下方赫然出现 一块艺人高的天然清玉 清玉之上放着一些硅甲 清玉的下方 似乎还压着什么东西 动手胖子 森河祖是一胖子 一道抬起清玉 而其他人呢 已经把硅甲给取出来了 哎 要是方石他们在这里 就方便多了 这些硅甲上的文字 根本不认识 没错 既不是暗闻 也不知道什么时代的文字 森河祖也没见过这等文字 这是周万龙开口啊 嗯 这是早于下代的文字 下代 关于下代 我们国家记录也很少 有人说甚至没有办法判断 下代到底存不存在 早于下代的文字 对鸟兽充于本身的形象 作为文字最基本的表达形态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底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森河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1211集 荣诗转生 早于下代的文字 对鸟兽充于本身的形象 作为文字 最基本的表达形态 因此在那个时候呢 出现了表情文字 我多多少少呢 有些设略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把它翻一完整 周婉龙说完 立马低头观察起来 也在同一时间 胖子跟孙科族 小心翼翼的 把清浴呢 给搬出来 棺材的最下方 竟然有一个凹陷下去 类似放水的装置 这干嘛用的呀 怎么看 怎么像是浴缸放水的装置啊 难道当时的人 就知道这种设置了 怎么这是棺材啊 胖子也一脸疑惑 找着一根树枝 竟是虎头虎脑的 将其给捅进去了 傻时间 棺材下方竟是开始露出了 粘稠的液体 臭气熏天难闻至极 胖子自知又干蠢事了 正准备用手呢 将机关给抠出来 却被张文斌一百拉回来了 提到失业二次 众人立马远离棺材了 胖子 你少猜到你 不是我就好奇嘛 谁都变成这副模样 再说了不就失业吗 胖子话音刚落 众人顿时发现 从棺材里流淌出的失业 竟是不断地涌入那具男尸的身上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活 转头看过来 只见 失业开始不断地 往尸体的后背空洞流入 原本尚未被吵醒的时候 突然开始疯狂地挣扎 转瞬间就在接触失业以后 化为一滩枯骨腐肉 胖子健壮 一脸感激地看向张文斌呢 如果刚才他真的用手去碰了失业 后果不堪设想 谢字还没说出口呢 眼前吞噬的失业的男尸 竟是再度站起来了 我就说这种地方没粽子 岂不是没有灵魂们的玩儿 胖子抖擞精神 却发现众人看他的眼神 宛如看个智障 我说 我 我 我就是调调些气氛 大伙消气 他们闭嘴吧你 你老娘为什么生你的时候 把你的嘴巴给缝起来啊 我他们这有点好奇 说话间 男尸已经把失业完全吞噬 后背的空洞呢 竟然完全填补好了 奶奶奶 他妈乍尸的手段千千万 这样启尸的我第一回见完 这是容身转身法 我想起来了 容身转身 还有这么恶心的复活办法啊 有 尸体只要没有受到打耳之前 都会不断的经营融合 然后遇到刚才的情况呢 就能融合失业醒过来 这又是容身转身 那条蛇呢 是养在他身体里 给他增加阴气的 阴阳不协调呢 容身转身就不会成功 不得不说 这复活的法子倒是挺新颖的 不过就是有点恶心 像是把呕吐出去的会物呢 又吃回肚子里一样恶心 普罗打了一个极为贴切的比喻 上山容易见状 手中太刀依然紧握 江先生 要不要干到他 英景明也已经准备好进攻了 作为两个近战顶级的打手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扫障碍 陈江和死死盯着眼前 开始不断扭曲颤抖的男子 竟是突然之间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不是不确定 自己能不能翻译吗 现在我们找人翻译 你不会 什么意思 让死人开口啊 有何不可 陈江和说罢 一个闪身就出现在男子身前 正阳抖墨线 就像蚕丝一样 不停在他身上旋转缠绕 江先生 你不会是兵士考打吧 考什么道啊 小师弟做是一定有自己的原因的 或许荣世转生以后的人 真能活过来 说到这儿 陈江和已经将墨线 完全缠在男子身上了 而此时男子紧闭的眼睛 突然睁开 只见 男子的眼睛泛着淡淡的金色 看样子竟然是汉拔的后裔 有点好玩了 汉拔后裔 赤油后裔 还有神秘救日支配者都出现了 同一时间 这个男子竟然开口说话了 你 你们是谁 此话一出 所有人只觉得头皮发麻 在他们探幕的经历当中 只有一次亡者复活的存在 那个人就是徐福 而且徐福转生的条件方法 还没有这个家伙来的彻底呢 这个家伙当真是从生物死亡的角度复活了 徐福呢只能算是通过假死的状态复活 我的 真火了 孙河族甚至在颤抖我 不仅仅是他朱万龙的身体都在颤抖我 眼前的一幕太过诡异了 就连众人手上的火光也在瞬间变成绿色了 这上面记载什么内容啊 这事 朱万龙立马拿起跪甲问 他们有太多疑问了 而现在只能一个一个问 你们连险族的文字都不知道 好意思问我 男子的声音呢 像是用气声发出来的 就连表情也如同那个米国恐怖电影的丧尸似的 问你话你就答 别废话 看来 你们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 恭喜你们 即将解开人类隐藏最深的真相 男子的声音仿佛有某种奇怪的魔力 你不是普通人 男子冷眼看陈江湖 极为细血地说 费什么话 快说 哦 你们想要知道的内容 我会慢慢地告诉你们 不过 就是不知道 你们还要没有足够的时间 首先 我已经感知到了 还有一百来号人快要赶到 男子说到这儿 众人顿时汗毛倒树 他们很清楚 这个家伙提到的一百多号人是谁 也知道这帮人来这里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威胁 首先 还是将鬼家上的内容告诉你们吧 也省得你们都现在都是一头无水 男子极为机械地裂开嘴 看上去相当恐怖 一张嘴近乎要拉扯到耳根子 鬼家上面记载的 是有关他背叛了赤油的事 一听此话 一只悬在众人心头的谜底终于解开了 就是支配者 指的就是赤油 就是支配者 不 这个人指的是传给福西太极八卦的人 也是造成福西棋子叛乱的那个人 男子嘴角微扬 似乎表情变得正常了不少 身体的机能也在快速地恢复 而此时陈江河却后退了一步 你 你就是那个就是支配者 我说 小子 你的反应速度很快 难怪你能抵挡吃油的诅咒 换了其他人 只怕早完蛋了 支配者痛苦微缩 你的身上 有并不完整的六十四卦 而那个家伙身上有道德经的下半卷的残片 你们可知 这些东西到底是来自于谁的手 道德经下半卷讲的是修仙 而都是四卦衍生于福西八卦 没错 都没错 这两本殿机 原本不该出现在世上 所以 我之所以会出现在华国的文明当中 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两部殿机毁灭 本集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道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底江白叶 演播调尔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集 道出真相 我之所以会出现在华国的文明当中 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两部殿机毁灭 我想办法将其藏在回物暗文之中 并且用回物暗文这等力量 让你们忘却这两部殿机当中的内容 甚至洗掉关于所有两部殿机所发生的事 何人 男子说到这儿 却充满沮丧 可惜 你们华国 有着元朝整个世界的智慧和长造力 无论我怎么做 你们竟然还是能从回物暗文当中 又哪怕只剩一点一点 只言偏语的东西 竟然还是能将其拼凑出来 厉害啊 所以 这两部殿机当中 有着连你们都忌惮的力量对吗 陈将和东宫微缩 根本就没有奢望男人能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 没错 有时死卦看上去好像只有六窑组成的一些谱卦印形之类的卦词 可是其中却包含了宇宇宙天地之极 万物蒙发 轮回的本质 能想要出魔 能修身扬性 当真是 神妙莫测 而道德经 更是将宇宙的本质讲得淋漓尽致 下半卷更是能将人的上身 开发到极致的状态 这样的奇数必须毁灭 很可惜的是 你自己选什么也做不到 哦 是我的方法错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 我只能将源头扼杀与摇篮 这样的话 才能将这两部奇数毁灭掉 男子说到这儿 眼神里竟然带着一丝丝疯狂 你们身上有火丧树的种子 那不是来自于地球的物质 不过你们根本不知道它们能到底是干嘛用的 哼 不就是回数时间吗 男子很明显有些诧异 眼神里闪过一丝杀意 你说的没错 我只要穿梭时空来到福西老子 将这两本奇数创造出来之前 就把其恶杀掉 一切就完成了 男子说到这儿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随即看向两人 可是 我没有想到的是 即便我是来自史前文明的存在者 却无法改变我认为能改变的是 我利用火丧树种子穿越回去 就发现 以我的能力 竟是无法直接对它们动手 那么 我就只能创造出别的力量 把它们毁灭 听到此处 陈江和他们总算是明白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了 旧日支配者其实并不是来自于外太空 而是一个史前文明存活下来的幸存者而已 他经历过地球文明的巅峰 然后到毁灭 所以很多时候在一些特殊的墓里 能看到超越现代人所创造出的东西 这些东西自然就是出自眼前这个号称旧日支配者干的 而且历史上呢 很多著名的战斗 亦或者是刺杀 其实都跟他有关 许多无法解释的奇迹 也都应该有他的参与 这个人身上的秘密 远远不止这些 好了 你那失败的人生故事呢 我们不想听了 现在你需要告诉我们的是 走卖之中到底有什么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我怂恿了持有妻子的叛乱 你们也都要感谢我 没有我的帮忙 持有的能力 只怕皇帝炎帝架起来 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你们的文明 也会失掉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哎呦哎呦哎呦 干嘛你能的吧 孙子 你如果真的够厉害 你怎么把自己困这儿啊 搁着跟你胖爷吹牛批的吧 胖子一把抓住男子的脑袋 竟是轻而易举的 将其提起来了 我没有说谎 你们心里自然明白 我原本以为 我所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毁灭一切 我不允许 那种超越了 我们当时文明的古籍存在 我余生所有的目标 就是为了杀戮 男子说着戳着 突然抱贺了一声 竟是将正阳末线完全争断 还没得说明反应过来的男子 已然借助灵巧的肚子 迅速来到入口处 我还要多谢你们这些家伙 竟然无打无撞的将我唤醒 祖脉不是你们能待的地方 赶紧离开 男子说完 数个闪身就已经离开此处了 众人呆若目击地站在原地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这 这 怎么办呢 瘦子也算是听到过 这个世界的真相了 他现在所想的 已经不单单是想 解除血通话的诅咒了 荣氏转生之术 能慢慢地把他的身体 恢复到巅峰状态 到时我们就算是联手的话 是怕一个很难将其枕药了 朱婉龙的脸上写满担忧 人是我放走的 我有责任把他抓回来 陈江河捏了捏骨节 咬牙切齿 陈江燕缓不上浅周生 这已经不是单独一个人的责任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将他追回来 没错 江先生 这种事情 可不信你一个人干着 既然跟整个世界都有关系 我们进人事 听天命 周万龙健壮 缓缓地走到外围的三角杀堆处 既然是赤油的母 说不定里面就有去除 我们身上诅咒的办法 你们不是想把这个诅咒去掉吧 众人健壮 每个人的脸上写满了坚毅 既然血通话诅咒 能给我们额外的力量 那即便是诅咒 也无所畏惧 这诅咒 我不解了 没错 不解了 除非把整个事情搞定之后再说 众人振臂高呼 立马离开此处 离开了旧日支配者所在的梦 众人再度回到河岸边 那丝应该还是去打开其他的梦 我们看看那个转轮机关上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什么的 说话间众人已经来到了转轮旁 就算他已经荣食转生了 但他体内依旧会残留极其可怕的时期 转轮的水系印记在中段偏上 我们想追上他的话 应该选择这条路 周万龙单手握着转轮 正要准备去拨动了 去为陈江河阻止 这次心思缜密 说不定故意引我们去那个地方 那按你的意思最好的办法 反倒是以不变用万变 周万龙听明白陈江河的意思了 孙和祖健壮立马板着个脸 他那么厉害 有必要跟我们整这小花招吗 小家 你是不是太多疑呢 陈江河没有说话 而是目光如火炬一般死死盯着转轮 我信你 周万龙仅仅说了三个字 然后呢去拨弄那个男子 尚未触碰到转轮的那一部分 转轮缓缓的发出嘶嘶声 就开始急速地旋转起来 原本呢他们还在上方等待动门大开 结果身处下方的数字差异 小家长 下门大门开了 大门 难道当真被你小子歪打正着呢 走吧 我也相信陈江河的直觉 本期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底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车一百二十三集 三皇五帝幕 大门 难道当真被你小子歪打正着呢 走吧 老孙 我也相信陈江河的直觉 吴哲 魅惑一笑 虽然经常喜欢动弄陈江河 但对他来讲 关键时刻 陈江河比谁都靠谱 众人从上方月下 站在偌大的入口前 那个寺如果活下来的话 一定会跟密松 一或者神秘组织的人接触 他们都是一些不想看到世界和平的家伙 联合起来 只会造成灾祸 这次 我们已经不是为自己探幕了 我希望 你们能有一定的觉悟 踏入这扇门 可能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 陈江河背对着众人 说话依旧极为淡漠 可这句话里 却热血到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怕啥呀 大不了就活出这条命呗 老祖宗的东西 绝对不能让这帮人染指了 胖子手子表态 上山龙一 英景名 虽然是岛国人 但他们何尝不希望和平呢 为了和平 就算是活出了命 他们自然愿望 那张文斌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天使阁背地里做的事让人寒心吧 但他保持初心 就能安心 便不愧的于天下人 这就足够了 周万龙则是抬头看天 脑子里闪过的是师父的模样 师父当时呢 真的只是想将自己赶出师门吗 抑或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护自己呢 毕竟 他研习的是尽数啊 是常人眼中 离经叛道的存在 如果当时继续留在班山一脉的话 为道门一脉 同道中人 必定讨伐啊 或许 逐出师门 并许下自己亲手了断 不得让他人插手的誓言 恰恰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只不过师父他逆流之际也没来得及把这个事情告诉陈江河而已 一想到这儿周晚龙彻底悟了 小师弟 你放心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周晚龙拍了拍陈江河的肩膀就如同小时候一样 他身边的陈江河在他眼里依旧是那个天真无邪而不善言辞的古怪师弟 走吧 陈江河话音刚落 第一个踏入大门里 众人紧随其后 仿佛恐惧也在他们踏入大门之后完全消失了 把大门缓缓地合上 众人也随即点亮火把 拍眼看去 每一处地方仿佛都闪烁着光辉灿烂的远古文明的痕迹 而两侧的恢弘至极的战斗画面 能攻侨降 竟是利用极为精湛的记忆 把战斗的场面描摹得栩栩如生 天空之上 雷云电闪 风卷尘声 迷雾四起 而天空之下 激斗如潮 喊沙声震天 战马思鸣 血雾弥散 很长的画幅 竟感觉像是将当年的整个战场全搬到众人的眼前了 竟是给众人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之感 这什么呀 如鹿之战吧 孙鹿族仿佛被这一副灰弘至极的画幅所震撼 没错了 这场大战也是奠定了我们花国基础的一场大型战役 只是当时在书上所看到的原画 跟眼前的相比 确实如同小物件大物 不值一提啊 陈江燕瞳孔微缩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去看这些画幅的时候呢 画幅好像是活过来的 他猛的捂住眼睛 却发现自己的眼角又淌出血了 但他不想让这个时候 给其他人的心理造成负担 因此他小心翼翼的把眼角的血处理掉 然后不再看这些画幅 三皇五帝之墓汇聚于地 我反倒觉得有些异常 此话怎讲啊 当时的昆仑山被称之为仙山 甚至在神话传说当中 当年炎黄两帝联合占池游的时候 是受着神的赐福 他们当时是敬畏神明的 死了之后 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墓 选择葬在神仙居住的地方呢 这不很奇怪吗 竹书之上不是提到过 他们埋葬在此处 是为了给那什么 龙脉提供永不断绝的龙气呢吗 那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 不难想象 他们当时应该就这么考虑的呗 话是这么说的没错 但竹书谁写的呀 你们可别忘了 竹书在什么地方被发现呢 自然是谭目观中发现的 孙客族说到这顿时一惊 他拿出竹书双手去发抖 对呀 我们似乎忘了一件事啊 当时的文字记载是利用硅甲的 而我们手上的竹书 却是很久很久之后才出现的 这一点正是周万龙一直也没想明白的 如果按照真正的藏龙经上所述 他们埋在昆仑山倒是无可厚非 但你们要知道 藏龙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墓葬的规矩 从发源到现在所能追溯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只有三皇五帝这么久远 所以我怀疑是后人找到了三皇五帝之墓 然后呢 按照藏经上的规矩 移葬于足脉当中的 周万龙的猜测很快遭到孙客族的反对 不对 不对不对 你看我不是反驳你啊 咱分析 刚才我们所在的墓呢 就是赤油的墓 对吧 那里面的文字确实都是以硅甲为载体 而且也是藏经当中 并未提到的藏墓结构 亦或者是规矩 如果要遗葬的话 那说不过去 是的 而且从墙上挂着的叛徒的人头 还有后人对他妻子的讨伐来看 应该就是那个年代所为 不存在后事所作 遗葬也说不过去 陈江河虽然怀疑 但是周万龙的话里还是有漏洞 墓中火焰摇焰 众人的影子也随着晃动 巨大的迷雾笼罩在众人头顶 始终挥散不去 可就在此时 陈江河的一句话 顿时让众人大惊失色 对了 我突然想到了 想到什么呢 你们忘了一件事 一山半海 陈江河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你的意思 如果当初是后人用夷山搬海的力量 把大墓完全整合一次 一切就顺利成长了 孙河族陈江河辩合以后 想到这么个可能 龙脉之气 关乎深渊的力量会不会扩散 将三皇五帝之墓搬运至此 积在龙气 看样子好像没什么问题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 风水的好坏决定 是否为龙脉 而风水与天地 星辰 沙山 雪水 都有关系 一股脑子将其搬运至此 所产生的龙气 到底会变强 还是会变弱 还是很难说的 在苗峰山上 祖中的老前辈也跟我说过 他说天下风水分文和和 龙气由祖脉而出 再由帝王之墓 将相之墓 甚至是特殊的墓 来反馈攻击 护卫吞吐 包含宇宙之机 森罗万象 它属于一个循环补给的状态 可现在呢 三皇五帝的墓 七七搬运至此 就好像天上的星体 失去了几个重要的引力点 就会破坏其他星体的运转 我不觉得是件好事 说到这儿 所有人都打起十二分精神 三皇五帝之墓 原本极为神圣 可现在呢 如果按他们的推测 三皇五帝之墓 被破了风水 那就是大雄之墓了 大雄之墓 反煞极其恐怖 不仅不能提供龙脉足够的龙气 甚至会反向的吞噬龙脉 灰无暗闻 积压已久 趁着这个机会 疯狂的爆发 才会让整个昆仑山的龙脉之气呢 变得极为异常 恐怕这才是现在他们所面对的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不论是古月王 还是悲尼乎 甚至是仓乌之缘里的那些龙骨人 黄金国 应该都是刚才那个自称旧日支配者 所策反的分支余孽 本集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晨 作者 迪江白夜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圈一百二十四集 登天阳 那么也就是说 不论是古月王 还是悲尼乎 甚至是仓乌之缘里的那些龙骨人 黄金国 应该都是刚才那个自称旧日支配者 所策反的分支余孽 孙和祖心思缜密 立马想明白其中的缘由了 嗯 赤油部分 分为这个母系跟父系分支 母系后来因为他的妻子被那个男子挑拨嘛 然后叛乱 因此母系分支才会染上诅咒 周万龙隐约也搞明白这其中的奥秘了 陈江和细细一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目前所接触的楼国人应该都是母系分支 我们所展上的诅咒也都是来自于那个母系分支的 想要终结这一切的话就得干到那个男子 中人确立目标以后意志也变得极为坚定 不过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三皇五帝本身就是自带龙气的 原本如果在各自的帝王陵墓当中呢 那自然无事 而因为被移山搬海至此后改变了天象 地脉风水也会自然改变 龙气就会产生反煞 形成极为狂暴的煞气 那龙脉之墓便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凶之墓 苗峰山的秦龙格局 只怕也无法跟眼前的情况相提并论 即便是凶煞无比的古月王墓 也如同是小巫前大巫 那个男子应该去祖脉最深处了 他的目的自然是要开启深渊 到时候会有暗门的力量呢 会吸陷全世界的 让全世界的人变成没有任何记忆的生物体 后果不甘设想 走吧 就算前面是龙血虎坛 刀伤火海 我们也得闯一闯 陈江河定着定神 立马带着众人往前行进 穿过通道 画幅也随之结束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竟然是无比凛冽的风 面前更是万丈悬崖 刚风从下往上倒卷铺来 戈面生疼 峭壁森耸往下看 仿佛黑暗之中呢 有一头凶恶至极的鬼在凝视 没路了 孙河总眉头紧皱 陈江河看向深渊 一片漆黑的深渊当中 隐约能看到几处闪烁着鸿芒的地方 仿佛产生着时空扭曲一般 连鸿芒都开始扭曲了 你们能看到深渊下方出现的鸿芒吗 什么也看不见 应该是你的灵视才能看到 张文斌将身边的一块小石子 往深渊当中扔去 只见小石子不断地在深渊当中上下起伏 甚至时而坐着回还一般的运动轨迹 下方的气流很紊乱 深度不可测 周万龙看了片刻以后 终于开口 三皇五帝之母 被整合到一处之后呢 此处竟然还利用树法 修建了一座登天涯 登天涯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登天涯 下方的钢峰呢 是由于天外飞石 加上一些磁场所产生的乱流 人一旦落入其中呢 就好像掉落在宇宙当中的一颗石子 也如海上的浮平 起伏就无法任务自己了 那为什么叫做登天涯 登天涯只有神仙在那上去 故而不是给我们这种凡人上去的 看来 也是后世的长生非仙的理论影响了 可笑至极 谁说不是呢 就算三皇五帝没有这个想法 现在也算是身不由己了 周万龙说完 随手将一张符纸摸出来 只见符纸之上原本是空白的 谁知呢 在他随便忽乱的凌空描摸几笔之后呢 竟是出现了一道道歪歪扭扭的文字 符纸随着他的咒语飘向深渊 杀时间深渊上空 竟是变得亮堂不少 灯光变得敞亮以后呢 原本在黑暗之中无法看见的东西呢 也清晰起来了 一座近乎透明的飞锁桥 仿佛连通的是地狱一样 横跨两地 原来是障眼法呀 我还以为真的要飞过去的 那下方是什么 陈江河压低声音 下方的红色小点就从没有消失过 可能你能看到那些天外飞尸所在 他们能在你的眼睛里的成像 也正是因为你有灵势的缘故 周万龙说完 便朝桥上面扔了几块石子 石子咕噜咕噜地往前滚动 没滚出几米 也不知道是碰到什么东西了 竟是直接化为碎片了 太阴了吧 手子咽了过唾沫 他很清楚 如果不是周万龙有所准备呀 只怕现在他们已经有人挂了 总之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看来在乱流当中 还有能够让我们直接化为碎片的诡异力量 有没有比较安全的法子 陈江河现在的灵势 或许还不能让他运用完全看清楚周围情况的能力 因而呢 他断定灵势大概率能让他看清楚 避开这些乱流的办法 亦或者是路线 一想到这儿 陈江河的右手已然紧握短刀 或许只有这个法子了 陈江河将短刀自己收掌心一划 火焰长刀顿时再度出现 与此同时陈江河直接的后脑勺 宛如快要裂开了 脸上如火中烧 滚烫无比 牵上 你脸上 瘦子眉毛紧皱 顿时反应过来 还没等瘦子动手 陈江河一把冲过去 抢夺下陈江河手中的短刀 你疯了 陈江河快速地将火焰长刀扔到一侧 血同花诅咒的力量 这才消停 阿赫你怎么能用这种法子 你不要命了吗 陈江河嘴硬心软 一把将陈江河抱住 小师弟 不能使用吃油的力量了 你应该知道后果 为了灵石 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再度朝前方看去 灵石果然因为血同花诅咒加深 而变得更加厉害 他现在不仅仅能看见 下方那些天外飞石 还能看到飞石的后方阴暗处 挂着七具骷髅 而每一处鸿芒闪烁之地呢 皆有七具骷髅 想来是某种诡异的阵法 下方一共七处天外飞石 而这些天外飞石的后面 又七具骸骨作为引子 形成鬼秘的大阵 或许只要将四十九具骸骨毁掉 杀人都乱留就会消失 陈江河说完周万龙的脸色顿时微变 现在只有你能看到那些骷髅所在 小师弟 开罗盘 你来报位置 寿子陈小姐 你们有那个弩剑和飞钉 应该有办法积存些骸骨 可乱留都会压其强 我们即便有飞钉还有弩剑 也不见得我们穿过乱留直击目标 他虽然很担心陈江河 但他明白 陈江河愿让自己深陷险境 也要为众人找到破解的办法 目的就是不想让后来人追上 也不想让那个混蛋这么快就靠近深渊 周万龙见状手上竟是出现树道浅绿色的符纸 这是清风符 能包裹在小型植物上 暂时不受助为空气的所扰 不过呢 因为只能复制在极小的东西上 恐怕瘦子你的共度是不行的 只有你的飞钉 或许有用 可是我的飞钉射程有限 这轩缘这么深 飞钉能射中吗 清风符的能模拟真空的状态 因此摩擦力几乎不存在 距离不是问题 周万龙说完便齐齐地看向陈江河 目前只有陈江河的状态比较差 一共有49具的骸骨 他很担心陈江河的身体 别那么看我 我没事 是要如果真的在台有灵的话 就应该保佑我 他也不想看到自己曾经争夺的大沃河山 和有一蛋吧 陈江河缓缓地站起身 他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的血同花的纹理了 他自己也很清楚 即便是他自己的师父 甚至是祖师爷 也挡不住血同花的诅咒 他自己就更不可能挡得住了 诅咒一旦发作 即便他也只有死路一条啊 他缓缓地拿出罗盘 重重地拍了拍陈江河的肩膀 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甚至是全世界的命运 都堵到你身上了 你可以的 本期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盗墓之云海碧尘 作者 滴江白叶 演播调儿团队 我是孙和祖 亲爱的听友们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剧破骨阵 你可以的 连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一定能做到 寿画间 周万龙已经将贴好 清风符的飞钉递到陈江沿手上 让他重新装填 有清风符加持的飞钉 一次只能装填七尺 因此陈江沿就算是一次打中七个 也需要七尺才能将其破掉 一念其词 陈江沿深深地呼吸 他知道四十九张清风符可不是小数目 即便是周万龙也需要费很大的功夫的 准备好了吗 陈江河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足够镇定 好了 陈江河单手指着自己的罗盘 然后罗盘的指针竟然直接改变了方向 看好了 指针现在指向的位置呢 就是海国所在的位置 你只要瞄准不用着急 清风符呢能带着你的飞钉 将其击飞的 陈江沿再度点了点头 长舒口气 调整心态啊 他现在处于完全盲射的状态 能不能打中 完全凭借自己的直觉 而只有他对千击伞的运用 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状态 只有他最合适 他张开千击伞 瞄准罗盘上的位置 直接就轰射出去 只见没有任何摩擦力的飞钉 竟是疯狂的朝目的地飞去 瞬间就离开众人的视线了 那么除了陈江河以外 没有人知道这一剑 到底有没有射中 亦或者射偏没有 啥时间 实际定了一声 没有摩擦力的飞钉 竟是稳稳的命中其中一具海骨 力道竟然气大无比 直接把七具海骨都撞飞了 好强的力量 陈江河重重点头 没想到竟然直接就命中了 阿燕你做到了 陈江河显得很兴奋 众人见状 亦是兴奋至极 还得是陈妖姐 是那个啊 亲人的神父果然厉害 继续吧 周婉龙点了点头 似乎效果远超他的想象 陈江河也不啰嗦 在陈江河的帮助下 接连射出七根长钉 长钉无以偏移 只在数分钟之内 竟是将阵法完全破掉 站着 试试看 手子兴奋 周婉龙手握十字 再度将其扔到桥上 众人虽然明知阵法已经破除 但依旧还是有些担心的 目光齐齐的 向小小的狮子之上落去 只见狮子过桥 竟是没有受到半点障碍 要不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呢 狮子说不定已经到达对面了 成了 先生果然厉害 我可不敢鞠躬 既然桥上的左岸已经完全没有了 咱们抓紧时间吧 周婉龙正色 没策 走 孙河族大刀阔斧地朝桥上走去 虽然现在桥上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了 但并不代表他们就能在桥上随便狂奔 毕竟这座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如果动静过大 只怕相当麻烦 于是呢 众人相隔三四米 让桥均匀受力 并且避开不凭相同引起的共振 他们采取单数走完以后 在双数走的那个办法慢慢地往对面行进 先进一半 乱流掀起阵阵狂风 整座桥就像是海浪当中的扶平不断的起伏 把众人死死抓着桥锁 生怕被狂风给吹下去 等到风势稍稍变缓之后 众人这才继续往前走 整座桥他们足足走了十数分钟 竟然才走到头 灯仙崖这么高啊 瘦子站在桥队面往下看 有点高啊 估计往上走了十百米呢 孙客足估算了一方 也不知道 那家伙现在究竟已经到了什么地方 想要追上他 可不容易 就在众人喘息的时候 陈江河顿时发现 登天涯顶部 竟是出现一抹淡紫色的植物 这株植物大概一米多高 从上到下一共九层 每一层的质感延伸的方向均不相同 而且叶子犹如刀形 从下到上八层 正好面对乾坤八卦 最上面的那一只呢 竟是笔直冲天 在淡淡的闭光之下 犹如一柄 薄如蝉翼的刀刃 陈江河瞳孔微缩 九天玄灵树 话音刚落 众人立马顺着陈江河的视线看去 只见九天玄灵树 最上面的那一片叶子呢 突然从淡紫色变成极黑之色了 转瞬间 上方的穷顶 竟是变成血红一片 九天玄灵树 乃是已知的 比血冬花幻术能力还要强的蜘蛛 而且范围激广 是怕我们都落到幻境当中了 话音刚落 只见从上方的暗处 直接钻出来一句句 浑身腐烂发臭的恶尸 他们正前方的平台 竟然变成了一口红色的颈 不断的有鞋碎植物从中爬出来 有的是长着两只翅膀的蛇 有的是长着两个脑袋的蝙蝠 有的是长满熬钱的蝎子 密密麻麻的鞋碎植物 从未见过植物 如井喷一样钻出来 那那那这幻术这么逼人呢 别他们多嘴动手 手子把手中的连弩架起来 朝着密密麻麻的虫子 还有恶心的尸体 就开始疯狂的射击 陈江咽也不啰嗦 不断的挥动了天机伞 飞钉如暴雨一般轰击而至 历史便有成百上千的邪碎植物 被钉死在当场 死吼声 含煞声 以时之间充满登天涯的涯顶 陈江和用眼角的余光看去 只见原本的九天玄灵树 竟是变成了长个九个脑袋的大蛇 比巴奇大蛇还要多一堆脑袋 上山容易一边将恶尸斩杀 一边闪转腾挪 躲避攻击 还有心思在这里开玩笑 江先生 我们是不是把它破坏了以后 就能破解幻术了 无论如何 不能靠近九天玄灵树 它能吞噬人的血肉竟然生长 一旦变大 只怕比火丧树还要难对付 一提到火丧树 陈江和下意识地朝一兜里 摸出两棵火丧树的种子 这两棵种子拥有极其强大的磁场 但陈江和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 所谓的幻术 不过是通过改变磁场来控制我们的脑电波 只要平衡磁场应该就能克服 这是破解幻术的唯一办法 烧农玉佩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陈江和说话间直接把烧农玉佩取出来 可还没有准备用火符灼烧玉佩 玉佩竟然发出咔咔树声 直接碎裂开来 烧农玉佩还是差点意思 可惜你不知道火丧树种子可以怎么用 要不然九天玄灵术所施展的幻术 也能有办法破绝 周万龙说话间 幕府所画的藤蔓顿时像是穿汤葫芦一样 足足穿了二三十具恶尸 众人的战斗力虽然惊人 但头疼的是幻术当中敌人是无限的 也不管他们怎么杀 就算是尸骨堆积如山 也不可能对九天玄灵术造成半点消耗 转瞬间又有数十具英尸 从虚幻空间当中爬了出来 英尸的战斗力远远比恶尸更强大 他们的力量足以媲美胖子 甚至比胖子还大 身体也更灵活 转瞬间 胖子瘦子小猎人 等人已经完全被英尸给困住了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既然这样 只能用这招了 陈江河再度拔出短刀 可还没等他使用赤油的诅咒之力 周万龙把他给扼住了 小师弟不可 任何人一旦强度使用太多的话 一定会被反噬的 你不能继续用了 说话间就连陈江燕都被抓过去了 师兄 我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可是我有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必须要保护的人 陈江河话音刚落 就直接利用自己的血 将火刀再度击出 举烈的疼痛 和陈江河的意志力互相搏斗 陈江河咬牙切齿 血统力满是杀气 朝着英尸就扑过去 火焰藏刀在英尸群里纵横 如如无人之境 惨之横飞 血液满布 数十具英尸 竟是在陈江河的长刀之下 不过数十秒就全没了 而此时 也不知是因为陈江河解决的速度快 还是因为九天玄灵术 召唤邪碎的时间还没到 竟是没有邪碎之物再度出现了 上山龙一剑状 和英锦明一起制出手里剑 没有办法靠近 将这些鬼东西 尝尝我们手里剑的厉害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详细档案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